好 那我們就正式開會 首先我們這場工廳會 我們歡迎所有來出席 参与的專家學者 以及本院的委員 還有各位本院的同仁 那我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這場工廳會的 簡單的一個背景 在場所有的專家 所有的學者 以及各位同仁 還有各位媒體先進 我們這一個中華民國的憲法 在行線以來 其實大概也經過了 幾次的修憲 尤其在過去這 十幾年的期間 有經過一些調整 還有修憲的過程 那當然憲法的修正 是在所難免 因為必須回應整個國家所面臨的環境 不管是國內跟國外 那立法院在上一次的修憲之後呢 我們成為目前憲法所規定的唯一的修憲機關 那所以在過去這段時間呢 不管是在院內跟院外 院外當然有不同的團體 社團甚至是個人都對憲法有不同的主張 那在立法院內呢 我們第八屆的這個立法委員 到目前為止啊 陸續交付給立法院這邊 尤其是上個月成立的這個修憲委員會 來審查的修憲提案 到目前為止 共計有19件 那麼依照 3月26號跟3月31號修憲委員會 我們分別召開的兩次 這個召集委員會議的決議啊 我們從104年的4月9號到5月11號為止 每個星期四跟星期一的下午 12點半到2點半委員者 各召開一場的公聽會 然後由五位召委來輪值主持 所以共計會召開十場的公聽會 那今天是我們第七場的公聽會 那今天我們公聽會的主題呢 主要包括下列四大項 第一項就是 從民主國家應有的全責相符憲政架構 看我國第七次修憲後 產生之憲政困境 兼談我國總統職權定位及五院之互動關係 那第二個主題是 從隔魁同意權跟解散國會權之間的制衡關係出發 來談內閣制展現民意之功能性跟實踐性 那第三個主題是 從歷次修憲國會選制變革 談我國立法委員的角色定位 並論立法委員得兼任閣員對國民主發展的意義 那第四個主題是 從開放及保障人民參政權 談修憲降低選舉權年齡到18歲 還有確立不在籍投票制度的必要 那以上四個主題是我們今天主要的這個探討的主題 當然我們來參加的專家學者 我們也不僅限於這集的主題 如果您對於其他相關的主題 也有高見要發表 或者提供給本院來參考的話 我們也都歡迎 那本日的公定會 我們主要邀請了14位 那其中各黨團都有推薦 但是這一次新政團在這一場並沒有推薦 這個憲政專家或學者來發表 那這14位的憲政學者專家 我現在我是不是先就我們幾位 已經到的專家學者 我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目前到場是9位 第一位我們江力雄教授 也是我們之前的立法院的這個立法委員 第二位謝榮唐教授 第三位邱思怡教授 第四位施能傑教授 第五位吳正佳老師 第七位廖達琪教授 第八位楊太順教授 第九位黃士安 這個博士候選人 好 那以上呢 是目前我們到場的幾位專家學者 後續如果有其他專家學者前來 我們會再陸續做介紹 那接下來我大概講一下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整個 還有陳茂雄 抱歉 抱歉 陳茂雄老師 好 抱歉 抱歉 漏掉了 好 那接下來我補充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整個官聽會進行的一個程序 大概是這樣 首先我們會先請 這個三位專家學者代表發言 那每一個人八分鐘 然後這三位完之後呢 我們如果有到場的委員要發言的話 我們會讓到場的委員發言 然後委員的發言時間是三分鐘 然後委員發言完之後 我們再進行另外三位專家學者的發言 然後三位完結束 我們再穿插一位委員的這個發言 就是照這樣子的程序 那第一輪結束完之後 我們再進行第二輪 大概是程序是這樣子的 那補充介紹一下 我們立法院的委員 鄭如芬 鄭委員也到場 好 那以上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跟整個公聽會進行的程序 那如果各位沒有 這個相關的問題 或者是意見的話 我想我們就開始進行我們今天的公聽會 那我們依照這個簽到的順序 來排我們整個發言的次序 那首先第一位 我邀請我們江義雄 江教授 也是過去我們的立法委員 江委員 請 可以針對你想要講的 我們沒有限定說 是針對那四個主題的哪一個先發言 我們不做這樣的限定 而是由每一個發言人 你去選擇你要優先講的內容是什麼 因為我們有時間上的限制 所以這一點我們讓 對 我們第一輪就是 專家學者每一位八分鐘 然後每一個委員是三分鐘 好 今天這個公聽會的主持人 江立委 還有我們的 其他立法委員 以及我們學者專家 各位立法院的同仁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現在有時間關係 不能太擴套 不過講這個前走相符 其實是我們現在目前的 這個國家體制裡面 最麻煩的一個現象 大家會了解到 現在很多的學校都在討論 這個半總統制 或者叫做酸手爽制的這種情形 最近也有一場要這個 討論這個半總統制的這種情況 那半總統制其實大家都非常了解 他其實很多國家都在在執行 這個半總統制的這種情況 只是說都是比較新興的民主國家 新興的國家的這種情況 那半總統制我們都了解到 這個在我們目前來講是前走不相符的 前走不相符 而且在這種這個 這個李登輝時代把這個 我們在憲法裡面有關於這個 行政院院長的這個同意權 把他這種這個 警務體法院的這個同意權 把他這個刪除以後 那更是顯得一個前走不相符的這種情況 那因此我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我總是希望說 看看我們這種這個 半總統制我們就不講了 那當然我們現在談的就是 總統制跟這個 這個內國制的這種情形 那到底 這兩個制度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情況 我想有很多制度我們去 大改變的這種情形 但是有時候 我們所提出來的不一定是他能夠做得到 不過是我們希望這樣 也許我們以後的現正的這個發展 是比較好的一種情形 那關於這種這個總統內閣制跟 跟這個美國 比如說像以美國總統跟內閣制的這種 內閣總理的 英國的內閣總理這個權力大小來分析的話 那當時我們會看到這個 美國的這個 這個塔烏特總統 他曾就一計畫 他的意見可以看似這個所謂 總統制跟這個所謂內閣制的 他的權力大小的一種這個情況 那這個所謂這種 這個塔烏特總統他所講的說 當我在各種場合發表演說的時候 不少的子習者介紹我是一位叫歐洲帝王 掌握更多權力的人 那我認為只一介紹 沒有進到這種這個適當的一種這個介紹 因為過去的這種這個多義制 進化兩權 他的這個權力又是在這個美國總統之上 那麼因此在這種經濟我講這句話就是說 我個人來講的話 雖然我們很多在討論說 我們要不要變更這個內閣制 那內閣制當然是在我們很多先進國家裡面 它是一個能夠代表很多民意的一種這個體制 但是在我們台灣是不是非常這個肅意去推動 我是存疑的 我是存疑的這種這個情況 那在這個情況來講的話 我是認為說我們 我個人還是認為說 我們應該是把這個 現在的這個半總統制 怎麼去把它這個改正 怎麼去把它改革 當然這個改革非常的麻煩 假如說依照我們現在 在這種國務的這種這個 五權分立的情況之下 你要改革啊 其實非常困難 其實非常困難的這種這個情形 那其實我們各位了解到 很多的這種政策水準都非常了解 三權分立才是實於我們整個這種這個 國家的一種 整個世界的 它的一個體制的一個發展 當然每一個體制都有它的一種這個 它的這種這個 優劣點的這種這個情形 那麼因此在這種經濟來講的話 我是認為說 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這個前走相符 我是認為說 我們應該是把這個 我們的總統啊 他的潛力啊 他的這種這個 憲政上的這種這個 执著啊 要跟美國總統是一樣的 所以 換句話講是說這個行政院啊 是不是要還是 他是我們憲法裡面所規定的 是一個最高的行政院長 假如他是一個最高的行政院 掌握這個實際行政權的這種情形 那我們改革就非常的困難 改得非常困難的 其實你說好 我們等一下要講到說這個狗魁要不要立法院 這個同意 當然一定要 我個人是這個一直堅決指張說我們的這個立法院的這種這個行政院的這種這個院長一定由立法院來這個同意以後才能夠這個這個實際的來執行他的這種這個職務 但是這種這種情形就是說他還是由總統來這種這個總統來這種這個提名的 那即使經過立法院的這種這個同意 我想他的他的很多的這種這個功能啊 也不見得是非常非常的這種這個能夠去推動啦 所以假如說我們今天的這種這個體制 假如往往這個比較大的方向來講的話 我個人是我們是應該推動這個三前分立 才行這個總統 然後把這個我們的總統跟這個美國的這種白宮的這種情形是一樣 來這個運作啊可能是比較好 他就掌握了這個行政大權 掌握了行政大權的這種情形 那另外就是說你在這種這個這個所謂這種其他的 那我們監察院跟這個所謂這個考試院 大家都會來了解這個談論的非常多啦 我們當然在早期來講就認為說他是應該有很大的功能 根據國務的這種看法他是很多的功能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印證最近的很多情形來講的話 沒有監察委員照樣的沒有發生憲政的危機 對不對 大老官的解釋 我這個立法院不通過 你有什麼辦法 根本很多的情形我們沒有辦法說 依照這種這個我們憲政裡面所規定的去做 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我們看今天他不能夠發生這個功能 我們考試院其實也是可以由其他的這種這個 原來的這種這個這個行政 行政體制啊來這個 來這種這個 做這種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監察院就回歸到這種這個立法院 我個人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但是這個是直視體大啦 我們只要能夠從這個武田分立的情形來加以分析啊 當然是非常好 但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是說 假如說我們能夠把這個每個 我們這個總統這個半總統 制的這種體制啊 能夠像這個美國總統的這種情形 我想啊 這個以後的這個發展啊 我們行政立法 蘇華三權啊 都能夠有很大的一個 這個制宏的一種這個情形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這種這個內閣制啊 他是掌控的行政跟立法 所以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 你說他三權能夠祝福嗎 可能也有一些困難的這種這個情況 所以我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來講啊 我是第一個我是說前走相舞啊 是不是說我們把這個所謂他的體制啊 能夠有一個大的一個變革 一個大的變革 那這當然是提出我們的一個看法啦 在一個國家裡面 在哪一個國家裡面 都有他的透律 都有他的一種 怎麼去走的這種這個情況 所以因此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 我們假如說能夠依照 以前的這種體制去改革 那當然是最好 假如沒有辦法的話 我們應該還是要大刀扣武 我們不是分什麼樣的 誰什麼樣的看法什麼看法 就是能夠為我們的這個國家 有這個發展的一個未來 然後它是一個前走相符的 這個是我們所應該要看到的這種情形 那我想這個是我 這個 第一點的這種這個情形來講的話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在這種這個 有關於所謂的這種 這個確立不在籍投票制的 或者是有關於這種這個18歲 達18歲的這種這個投票的這種情形 我個人來講的話 對這個不在籍投票 我也是比較贊成這個 這個這個有一個 有一個去推動的情形 但是我們在這種計势上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國內 有沒有好好的去 尊責 去研究 不在籍投票很多的技術問題 能不能夠扣服 假如我認為他能扣服的話 不在籍投票 這個不在籍投票其實來講的話 時間到了嗎 到了 就說在這種這種情形來講的話 就是有關於這種這個不在籍投票 就是在這種這個1969年 這個麥唐納的這種這個案裡面 華倫院長他認為是沒有違憲的 沒有這個違憲的 他是在這個伊利諾州的 有關於監犯監力求犯的這種這個主張 他們有投票錢 因為他們被處奪工錢 但是這個華倫院長他認為說是沒有違反 那在1974年在這個歐比林案裡面 這個巴國合院長他認為說 我們一般人都不在家裡 他就可以去申請說我在不在籍投票 那為什麼這個違罪的 或者是很這個沒有被羈押還沒有犯罪的 他為什麼沒有這個投票錢 所以因此在這種情形來講 他就推翻了原來這個麥唐納的這種情形 變成說反正像這樣的情況的話 那我們都有這個不在籍投票的情形 所以這個不在籍投票我想應該是一個 在美國來講它是一個比較有歷史的 但是我想在這種這個 我們中華民國來講是剛剛 大家都在提議說 要不要有這個不在籍投票 那我剛才所講的我們的計势問題 我們必須要去扣服 那假如說能夠這樣的話 那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的這種這個不在籍投票 就可以給一些的 不像你這個監力 像你其他當時沒有辦法的 這樣的來投票的人 我們要給他一個機會 那是我想我最主要的這種 就是說在近日性 能不能夠能夠突破這樣的一個 不要買票 不要做票 不要有所謂這個妨害投票的情形 這個是我們要注意的 所以我個人是比較贊同 在某種情況之下 那不在籍投票也是 應該是這個 這個確立的 那至於18歲 這個因為時間關係 我個人來講 我也是認為說 台灣來講的話 當然我們就了解到 我們這裡面寫了很多 說哪個國家 哪個國家 都是10億 這種是採取這個18歲以下的 不過這種給我們參考的話 不是說真的是一個非常正確的 我們會看到 歐洲很多國家 都是主張要 這個會死這個死刑 但是他會死死刑的話 他就要加入歐盟的這種關係 不是說他真正說 他是要會死死刑的這種情形 那因此我們看到 18歲 是不是說很多國家 都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做法 都能夠很賤錢 但我不曉得 不過站在現在目前 我們要去當兵 要去考試等等 18歲形式上的這種犯罪 都會有他的這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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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權利跟義務的這種情形 我想應該是 給他一個 給這個機會 給這個18歲的 我們在這個教育方面 能夠更大的突破 然後我想這個 給他們一個參理 也是應該的 但是教育還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有說 道聽途說 有傳火的這種情形 造成這個社會很動難 也是一個 這個 這個不好的情形 非常抱歉 因為這個 報恩中以為是很多 在學校上課都是 兩個鐘頭一次講 報恩中根本講不到什麼 謝謝 等一下有機會再講 謝謝 謝謝 江教授 也是我們之前的委員 那 那個 補充介紹一下 我們李議員 李委員 李到場 好 下一位 我們邀請 謝榮棠教授 發言 主席 各位委員 沒關係 站在這裡說 可以 我靠一下 你賺錢 我想這個 謝謝 今天有這個機會 不過我想修憲 我覺得要問兩個問題 修真還修假 大修還是小修 我想這個 牽涉到 我們今天要談的議題 那我想 我表明立場 如果要修憲 當然我贊成是要大修 那大修有幾個目的 我們目前的 所謂的雙手掌制 事實上 大家都看到 它是有很大的弊病 那麼所以 要全責相符的話 那麼前提是 要一個怎麼樣的責任政治 那以目前來說 我個人比較傾向於 是內閣制 那內閣制呢 當然要政黨政治的存在 我們目前台灣 國民黨跟民進黨 兩大黨已經成形 然後再配合其他的小黨 所以在這個權責劃分上面 我想我個人比較傾向於 是以內閣制 那總統呢 作為這個虛偽元首 那至於 當然如果在這個情形之下呢 那麼 這個 第一題跟第二題的 同時解決的問題是 那麼如果是內閣制的話 那麼這個 隔魁的同意權 跟這個倒閣權 那當然是必然 是由國會的多數黨 來擔任的 這個 行政院長 當然可能大家會 開始懷疑 就是說 那麼如果在 國會多數黨的情形之下呢 那麼行政跟立法兩權 那麼合於一個政黨 妥不妥當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呢 行政權在一個政黨 這個立法權在另外一個政黨 那這樣會不會造成 這個雙頭馬車 目前看起來似乎如此 那麼所以在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將來走向內閣制 那麼個人比較傾向於呢 對於不分區立法委員的部分呢 應該比較像是 德國的比例代表制 那比例代表是做什麼呢 各位 不好意思 這個立法委員 如果我們改成內閣制 那當然立法委員要能夠兼任官吏 不過立法委員兼任官吏呢 排除常任文官 那麼所以呢 只有哪一類呢 就是政務官 就是說 如果你是內閣的話 各位 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的目的就是什麼 就是他要入閣 不是只有來當個立法委員 那麼 如果內閣制成型的話 那麼立法委員 這個 尤其是部分區的部分呢 那更重要的是 要培養一個未來的閣員 我想個人在這個部分 也贊成 那麼至於這個不信任投票 以我們目前的 憲法政策條文的設計 它有一個嚴重的問題 總統可以解散國會 但是呢 總統呢 也可以呢 這個來任命行政院長 而行政院長呢 不需要由 這個立法院來行使同意權 所以結果 倒閣的結果呢 事實上 我在總統 可以再任命 另外一位新的行政院長 那麼 這個立法院呢 可能經過改選之後 解散之後 那事實上 對於整個政治運作 實際上是沒有幫助的 我想這個部分 我想我要特別的說 那麼所以呢 如果在憲法130條 這個我們現在的投票年齡 是20歲 那這個其實 這個條文 如果要動的話 恐怕不是只有動憲法的 130條的條文 而是呢 我們知道各位 我們中華民國的法律 在年齡的這個設定上 是混亂的 民法呢 是20歲 刑法呢 18歲 行政程序法呢 它比照民法 是20歲 可是呢 各位我們知道 如果照兵役法 或是考驾照 這是18歲就可以 所以如果我們要降低 這個投票年齡的話 我個人傾向於 恐怕不止憲法130條 包括民法 包括我們的這個中央選舉 這個選舉 裡面呢 關於投票的年齡 不然也要降低 那一句一律呢 都是18歲 那至於最後一個問題 不在籍投票 我想這個兩個不同的觀念 就是說不在籍投票 跟通信投票也不一樣 我們目前好像是比較傾向於 是要不在籍投票 而不是通信投票 那麼通信投票 我想以我們台灣人的聰明 像各位也都很清楚 任何更好的政治制度 或法律制度 如果沒有經過 我們台灣的檢證 它不能證明是完美的 因為我們台灣人 只有這個本事 任何再美好的法律制度 我們都可以专出洞來 其實如果 還有買票的現象 那麼通信投票 我想對買票來說 是比較方便的 我想 但是不在籍投票 其實也沒有達到 真正的方便的效果 因為不在籍投票的結果 你還要去登記 你還要到投票所需 我想這個部分來說 在內政部目前的規劃裡面 我想我個人 如果比較傾向於 當然要如何防避 如果防避能夠做得到 我認為通信投票 不只是住在南部的人 到北部來投票 或者是海外的公民 一樣可以通信投票 我想這個防避的機制 能夠做到的話 我想這才是真正的 對於我們公民投票 或者公民參加我們的投票 那麼這是一個重要的進展 我想我就先說到這裡 謝謝 好 謝謝我們謝教授 我補充介紹我們本院的幾位委員 有我們李貴明 李委員 丁守中丁委員 以及我們林洪池林委員 那我們也加入一位新的來賓 新的我們專家學者 何思勝何教授 可以到場 謝謝 好 我們現在接下來 請第三位專家學者發言 邱思儀 邱教授請 主席 各位委員 還有各位專家教授 老師們 還有在場的媒體 還有旁聽的這些朋友們大家好 我來自於東海政治系 我是邱思儀 那我想承接前面老師所 那一位教授所提到的就是說 到底我們這個修憲 我們真的是要問是修真還修假的 那基本上來講 我這邊所得到的資訊就是說 現在非常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現在所提出 內閣制的這個改革的想法 不管說你是怎麼樣程度 內閣制改革的想法 那麼民進黨這邊的 據我所知就是說 可能沒有共識的部分 他們就不會出席啊 那也就是說其實基本上在這個 同意權的這個部分 可能大概就不用 再提到去公民覆決 那有共識的部分 大概就是18歲投票權 那這比較有趣 其實我跟蠻多老師 私底下有討論就是說 你現在看看民調 如果說真的 大家目前所攤在台面上 這些案子都能夠送出去的話 其實反而真的會通過的 我個人的潛見 我認為反而是對於 這個隔回同意權 甚至是這個所謂的 這個總統 能不能兼黨主席 這個部分的這個修改 可是呢 對於18歲的部分 理論上我們有很多的一些學禮 一些年輕人的聲音 事實上是支持的 可是因為太陽花的關係 所以呢 社會上的意見 其實可能是分歧 搞不好不會過 也就是說 會過的 反而出不了立法院 不會過的 可能會出得了立法院 這是我個人潛見啊 好 那我先 就是 這個 委員會這邊給我的 這個討論的議題 我這邊有四點 我先來跟各位簡單報告一下 好 第一個就是說 我想跟大家先強調 就是說 其實沒有完美的制度 這世界上沒有完美的憲政制度 但是呢 我們有自我要求的 政治人物的品格 OK 不管你談總統制 談內閣制 其實基本上 它各有它的優缺點 那台灣的問題 我老實講 從1997年到現在 其實我們的制度 就是總統制 我們的這個所謂的 隔魁的倒閣 然後再導致總統 去解散立法院 從來就沒有發生過 其實我們現在台灣 所實行的制度 就是美國的 比較偏向於美國的 這種總統制 那只是說 我們跟美國的總統制 最大的不同是 我們的總統是 隔靴少陽 他沒有辦法 直接去主持 這個內閣會議 他沒有辦法 直接去 做這個所謂的 面對立法院的動作 所以我認為說 我等一下會稍微 簡單談一下 就是為什麼 我認為改成內閣制 對我們來講成本比較高 那乾脆 我覺得我就講 其實制度都在這邊 重點是說 你要怎麼樣來去 遵守這個憲政秩序 那現在 有一些說法是說 如果你要讓他 全責相符的話 當然是說 總統的隔魁任命權 立法院要同意 這個當然是一個方向 當然是一個方向 這個是我贊同的 第一個方向 第二個可能的方向 是什麼呢 第二個可能的方向 就是說 你乾脆把總統 解散立法院的權力拿掉 為什麼呢 恐怖平衡嘛 因為你 立法院可以對 隔魁 可以解散 立法院可以去對隔魁 進行不信任投票 對不對 那如果說總統 又不能反過頭來 去解散國會的話 那代表說 其實這個總統 在當時候 任命行政院院長的時候 他就雖然沒有同意權 可是他先跟 先跟在野黨討論 這個邏輯應該是說 才會比較平衡 我再講一次就是說 可以把總統解散 國會的權力拿掉 但是呢 你維持現狀 那這樣至少 你讓總統的權力呢 跟立法院比較能夠平衡 至少說總統在 這個任命隔魁的時候 他要先跟 先跟立法院的這個 如果是分立政府的話 是在野黨來討論 如果是一致性政府 那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 那這是一個可能性 那國內有很多研究 半總統制的學者 包括我自己本身 也算沾一點鞭 但不是這麼的專業 常常會討論到 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台灣現在的一個問題 就是行政跟立法分立 那產生所謂 我們學理上所說的 立法僵持 那陳水扁2000到2008 這看得特別清楚 可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真的有立法僵持吧 在台灣有一些 老師的研究是有的 但是呢 如果說 這個是一個情況的話 那為什麼美國沒有立法僵持 那美國沒有立法僵持 當然原因有很多啦 比如說總統他本身的角色啦 或是說美國的政黨 是比較柔性啊 等等等等 那台灣的這個立法僵持的問題呢 其實我本身在做 國會的立法研究的時候 我就收集很多的資料 我發現說 兩黨之間 常常會有歧意性的法案 往往都不是大多數的 往往有歧意性的法案 都是一些比較高度爭議性的 比較是屬於這種所謂的跟中國因素有關係的 因此在台灣的國家定位跟國家未來 比較特殊的一個境遇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何不維持現狀 就是去針對那一些有正義性的法案 或是那一些比較正義性的議題 像這個學生這次太陽花學運 他們所吵的這些議題的方向 其實這樣針對這個比較關鍵性 國家存亡的議題 我們來進行社會討論 甚至我們是不是可以有一個 所謂的公民的會議 那藉由這樣子的一個參與式的民主 然後來讓最後立法院達成一個共識 那台灣的立法院也其實就很明顯 每一個時候 你不管兩黨各自的算計怎麼樣 你當一個名氣可用的時候 事實上是沒有人敢說不要的 所以我認為 其實對於正義性的法案 它才是關鍵 我們不用說 把所有的法案認為說 兩黨之間 或是泛男跟泛女之間 一定都會有一個對立的情況 不見得 比如說像 像我最多內政委員會 或者是衛生委員會 這些基本上裡面很多一些民生的法案 都沒有太大的歧見 基本上委員之間彼此的共識都還滿大 所以我認為說 不用去太擔心所謂權力分立的問題 然後導致的立法僵制 我認為是個憲政秩序的建立 那民進黨像黨內的大佬 像林佐水先生 他們都長期在推這個內閣制 那內閣制 我認為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民眾的習慣 台灣的選舉制度 跟南韓有點像 其實我們是認人不認黨的 所以我們有一個宋楚瑜先生 出去都弄個親民黨 一個李登輝先生弄個台聯黨 對不對 我們其實是認人不認黨的 所以說你說 在這種認人不認黨的情況之下 你要讓民眾 對於整個國家元首的認知 是所謂的先選出立委 然後多數黨的黨魁 再來出任所謂的首相 或是所謂國家領導 這是個非常非常 我認為民眾 大家還記得這個任務型國態 那次選舉的投票率是多少 百分之二十幾而已 所以說如果說 你在整個轉換成內閣制的過程當中 你沒有一定的宣導 跟讓民眾一定程度的了解 那整個民主政治是失靈的 也就是說民眾根本不知道在幹嘛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你內閣制的政黨 你當然要配合一個很強的黨紀 是吧 那基本上我們台灣的這樣子一個政黨黨紀 雖然說沒有像美國這麼弱 但是也沒有像英國這麼強 這也是一個可以去思考的問題 Anyway 所以我就很快的說一下 就是說 我認為第三個題目 就是立法院要不要接任閣員 其實跟內閣制 跟所謂的英國的議會內閣制 是有關係的 當然這個是要一起在談的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這個18歲的部分 我是認為說這個 理論上本來就是要降到18歲 全世界有90幾個國家 先進國家都是已經在這樣做 那台灣 大家也心知肚明 你把這一群年輕人的投票權納進來之後 對誰有利對誰不利 從政黨的角度來考量的話 但是我就講 因為現在社會的氛圍 雖然說年輕人是支持這個太陽花的 那很多的學者也在支持 但是也有很多反對的聲音 包括這個323攻進政院之後 整個社會上的那個反應其實是很分歧的 我認為這次的學運 它所帶來的效應 不是像前幾次這麼的均勻 它有一些比較摻雜的一個部分 好 以上 簡短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邱教授 那我們前面已經有三位專家學者 那剛才我們有提到就是說 三位專家學者之後 我們讓本院的委員來進行發言 所以第一位 我請問李貴敏 李委員 那李委員 我們三分鐘發言完之後 三分鐘而已 因為我們時間真的非常有限 那因為丁委員他有提到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李委員發言完之後 也請丁委員一併發言 好不好 那我們每一位三分鐘 謝謝 主席還有我們友會的貴賓 專家學者 我就不足以的稱呼 因為時間非常非常的寶貴 修憲公聽會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能夠多傾聽民間的聲音 尤其是專家學者 對於憲政方面體制的 應該可以改進的一些的一個建言 所以我今天之所以發言呢 並不是由我個人有一定的一個定見 而是說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尤其是一個法律人 我對於修憲的部分呢 有一些的詢問的這個事情呢 希望能夠借助各位學者專家的 專業的一個經驗 作為將來本院修法的一個依據 修憲的依據 第一個呢我要請教的就是說 我知道我們的憲法129條裡面有提到 所謂的選舉呢 他應該用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 那我要問我今天要主要談的議題呢 是關於不在籍投票 每一次的公聽會我有不同的一個主題 所以對於這個不在籍的這個投票的部分呢 我們剛剛看到129條的裡面規定 對於平等的部分 如果今天我們對於沒有在他戶籍地 他就不能夠投票呢 他是不是吻合 是不是吻合我們這個憲法第129條的 平等的這樣的一個立場 這個是第一個我想請教我們與會的先進朋友 我們理解我們理解就是說 其實在我們的公職人員選罷法第17條第一項 裡面有說到就是說選舉人除另有規定之外 應該在戶籍地投票 總統副總統選罷法第13條第一項也是一樣 他講說除有另外規定之外 應該在戶籍地投票 可是啊我們看一下這樣的規定呢 事實上是從民國69年就已經制定了 從民國69年到現在多久了 69年到現在應該是差不多有35個年頭了 這個35個年頭呢 我們這個所謂的這個選罷法裡面規定的另有規定 好像出不來 那35年其實也蠻久 我們看一下美國 美國對於美國女性參政權啊 事實上一直也是有爭議 可是畢竟他們花了30年的這個年 他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啊 我們再看一下我們再看一下不再提投票 不再提投票除了剛才我提到這個憲法129條規定之外呢 現在以現行國際間的一個趨勢 我們看各個國家都採行 所有的民主國家我就不足以念了 在這個powerpoint上面有 甚至於對於網路投票的部分 英國 美國 瑞士 他也都有網路投票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要自己我要問的一件事情是說 對於周車往返我們今天單純的因為擔心意識形態的問題 所以要把這個周車往返的高成本的代價由人民來負擔 這樣的一個概念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以今天的科技其實技術上面來講 要做不再提投票根本上面來講他不會有困難 他不會有困難 他現在要回歸的是說技術層面沒有困難的一個情況之下 是有任何的意志形態 他會排除掉人民憲法上面所賦予他 他所享有的選舉權還是不是 這個問題我覺得當我們深思的時候 我想正確的答案我個人啊 那當然我希望聽到專家學者的意見 就是單純的從共識上面來講是不是憲法對於不在即投票呢 他應該有一個共識是說 其實為了保障人民平等的權利 答案應該是是的 應該要有不在即投票 那至於如果有意志形態的問題怎麼樣解決 比如說對於方式是要用通訊的方式 是要用移轉的方式 要用代理的方式 用提前的方式 對於對象的部分 是應該是要包括僑胞 還是包括其他的直接執行職務的人員 還是包括送行人等等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可以討論的 但是今天單純的為了意志形態 而去否決掉人民的不在即投票這樣的權利 是不是一個核限的 那我另外在結束之前我提醒大家 也就是說其實不在即投票在今天來講呢 它其實有一部分是有的 我們看一下公職人員選罷法 這個實際上面的這個規定裡面呢 有提到 就是說對於選物的工作人員 公職人員選罷法第17條第二項 投票所工作人員可以在戶籍地或工作地來投票 所以事實上我們也是認同 以現行法我們也是認同不在即投票 但是如果各位學者專家或者全民 對於意志形態上面應該怎麼樣解決 這個方式我覺得大家可以深究 但是似乎從憲法保障上面來講 不在即投票應該是可以的 但是我還是要需要各位學者專家的專業的意見 以供我們修憲的參考 以上謝謝 謝謝李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丁委員 主席在座各位學者專家還有我們委員同仁 那麼我在這邊倒是願意提出一點 跟我們學者專家大家一起來思考 事實上我35歲當選立法委員到現在 25年在立法院的這個時間 我們看到18次內閣總辭換了15個行政院長 那扣掉連戰先生他做了4年半的話 你想想看中間20年半的這個時間 就換了17個這個17次的內閣總辭 那你想想看我們這種政治局算安定嗎 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全責完全不相等 總統制定於一尊 大家看一個人的臉色 做得再不好你要等4年 而且我們也看到很多的政務官 連這個政策的使命感強烈的去推動的決心都沒有 反正對他來講是生命中的偶然 我們看到太多了生命中偶然 而且一退休了以後永遠回到學界 大家永遠叫他部長 而且在幾個私人公司裡面當一下獨立董事 拿的錢更多 所以我們的政治今天就面臨這種僵局 我們也覺得一個多元分化的一個社會 像台灣這樣子 有歷史的悲情 有228的情節 有統獨的爭議 有南北的落差 老實講內閣制是有助於一個分化的社會整合的 因為他永遠當領導的要看多數人的聲音 要聽多數人的意見 否則的話他就沒有辦法維持阻隔的這個局面 所以我們認為說要考慮內閣制 基本上就完全的內閣制 我們搞到最後 像我們現在講說我們是雙手掌制 就雙手掌制又半吊子 有權無責 搞成這樣子的這個局面 那另外我在這邊提到一點的 就不在籍投票這一部分 我早就在立法院提出不在籍投票法了 我們到 我因為參加很多政黨外交 負責國會外交的工作 我們跑遍這麼多的國家 很多國家的國會議長 跟我們碰到談話的時候都講 不可思議台灣這樣子大的資訊大國 可是卻沒有不在籍投票 沒有通訊投票 沒有網路投票 現代民主國家給人民行使投票的方便 行使公民權的方便 應該是義務了 結果我們現在還沒有這些相關的這種情形 我覺得這是 而且我們從所有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資料裡面顯示出來 我們不在籍的不在戶籍地的 在我們公民裡面的 這個差不多18%到19% 投票那天不在自己的戶籍地 那你一定要給它方便 何況現在這麼多台商 台灣以貿易立國 出國的人也這麼多 這不在籍投票 一定要及早的要能夠通過 至於18歲這一部分 老實講全世界 多數的國家 絕對多數的國家都已經在18歲 甚至17歲16歲都有 我們講 像這次蘇格蘭的公民投票 他16歲就可以 我們對岸大陸也都是18歲 而且我們問過大法 我也提出修法 我也提出大法官會議的解釋 說這個有沒有違反這個憲法 如果降低投票到 這個降低我們的公民權到18歲 那當初我們幾個大法官 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權的時候 其中就有三個大法官他同意啊 他說憲法保障的權力是 是從嚴的 你要把它放寬的話 原來是最基本的權力 你把它放寬的話是沒有影響的 也有大法官這樣子的講 只不過我們在這一次 我看我們現在搞這個修憲 我覺得時機最好的修憲時機 可能已經過了 在馬總統第二任才當選的時候 那個時候聲望震榮的時候 那時候推動可能還有可能啊 現在聲望震榮的時候 然後小英又覺得他要當武則天 他要當總統了 在這種局面之下 你說再去修憲 他怎麼會同意 難怪就不太可能啊 現在最多我看 就是現在朝野之間 我們感覺到有個共識的 大概就只有18歲了 18歲大概是 可是我覺得不在即投票 真的應該要做 在做了很多選擇專家 包括我們以前的江一華院長 他在當內政部長的時候 他還跟我講 他說委員啊 這個一張紙的投票還是最公平的 我們的選字跟選物都要改革 我當過國民黨主發會的主委 不管是民進黨也好 國民黨也好 基層的這種買票 一張紙傳達多少訊息 他在折的時候 他就可以 他折的時候 他就可以傳達多少訊息 農會系統 漁會系統 怎麼綁裝怎麼買票 折就顯示出來 就是這個樣子的心情 所以這樣子的這種選舉制度 還不要改嗎 一定要改啦 你說別的國家政黨競爭 不會比我們激烈嗎 一樣競爭啊 可是人家照樣可以通訊 這些相關的不在即投票 通訊投票 提早投票 這個移轉投票 網路投票都可以啊 何況網路上 電腦上可以處理自己最 關心的財產的問題 存款的問題 投資股票的問題 結果這個 這個缺本的投票 我覺得這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共大家一起參考 謝謝 謝謝 謝謝丁委員 我補充介紹一下 我們也來現場出席 我們李坤哲李委員 然後姚文智姚委員 李俊逸李委員 然後我們還有兩位專家 學者剛剛到 我們曾建源教授 陳以珍 李氏 陳以珍 李氏 好 下一位我們邀請 陳茂雄老師來發言 主席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好 剛才已經有兩位專家提過的話 修憲到底是修真的或是假的 各政黨修憲都修真的 都希望自己提的議案能夠通過 但是到時候一定是一事無成 不可能成功 如果修憲可以成功的話 那代表台灣根本就是很安定 不會亂 那也不必修憲了 因為現在出的問題都是人的問題 都不是制度出的問題 我們看看修憲不成功的理由 現在國民黨所提出來的話 那就是內閣制 或者是恢復國會對隔魁任用同意錢的 這兩部分 那這兩部分呢 那當初這個同意錢 什麼時候是修掉了 1997年的那個第四次修正修掉了 那為什麼會修掉 因為1996年 那個任命隔魁的時候 國民黨內部出現窩禮環 還要動用民進黨的按住才過關 所以站在國民黨的立場的話呢 不希望國會的話呢 就修掉好了 那你民進黨的立場的話呢 那自己選不上總統 國會也不是都是黨 所以也不在乎 所以那時候就過關了 當然別忘了1997 到了2012選總統的時候 國民黨從來沒有提過說 這個總統怎麼有權無責 行政院長這有責無錢 從來沒有人提過 那經過這麼久的時間都沒有提過 那現在突然提出這個問題 提出這個問題那理由很簡單 那理由很簡單 就是大家一般人在推測 國民黨國會席次過半 機會還比較高一點 那總統要當選的機會比較低 所以希望改過來改回來 又有國會來卡這個總統 在民進黨的立場的話 他有機會當選總統 那以前你們為什麼不休 現在提了要休 民進黨當然不答應 那依照我們修憲的門檻 那個斯文治三出席 斯文治三同意 那不可能啦 不可能過關了 所以這些都等於白談 那我說可能不可能過關的話 連大家在降低投票年齡這一關 好像都沒有人有意見的話 事實上連這一關都有困難 連這個都有困難 那站在於民進黨的立場的話 就是第七次修憲 例如2005年修完了才發現說不對 票票不等值 因為民進黨一算的話 那個原住民金門馬祖這樣加起來的話 用有八席的立委 當然他的能國跟宜蘭差不了多少 宜蘭只有選一席 所以站在民進黨的立場 當然是希望改變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 但是國民黨不會那麼仁慈的 他怎麼可能這樣 你民進黨的話 吃虧了你要改 我就讓你改 所以我想 國民黨也絕對不可能同意 改變這個體制 所以像這一列的話 既我推測 忙了老半天 最後是一事無成 因為每一個政黨都是要幫自己的政黨來考量 那而且修憲的門檻又不像說立法院的表決 是出席二分之一通過 那這個還很簡單 立法院的這個門檻的話 那一定要國民黨民進黨 兩個政黨都同意 合作去修憲 而且合作的話都還不一定過關 因為最後一關的公民覆決 公民覆決而有二分之一的公民 這是高難度 這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說在今年7月以前的話 就趕快這個案去公告 那明年選總統的話 一起去綁在一起 看有沒有機會過關 很多人都談這個 是公投綁大選 其實這句話是外行話 只有大選綁公投 沒有公投綁大選 那總統的大選的話呢 投票率七成多可以到達八成 那個我們的公投 上一次第七次修憲的 那個公民覆決 投票率只有兩成多 那個兩成 所以這個如果你沒有跟總統大選綁在一起 就不可能過關 那所以 其他呢 兩黨同意的話呢 那公民覆決不一定過關 當你有一件事情的話呢 那個上次修憲是修錯了 這應該兩黨有義務把他恢復過來 剛才主席提過一個問題 立法院的話呢 現在變成唯一的修憲單位 事實上立法院現在是 不是唯一修憲單位 是修憲的提案單位 最後還是要公民覆決 當然不要忘了原來的憲法的規劃的話呢 人民對憲法修憲 有創制權 也有覆決權 那有創制權跟覆決權呢 因為以前 那個全國性的投票 都是由國民大會來代表 因為不可能是 像以前制憲的時候呢 那個全國性的投票是不可能 所以國民大會那時候呢 就是有創制權又有覆決權 那只不過是國民大會代表人民來執行而已 那時候國民大會的話呢 五分之一提案 那個商論制合出席 四分之三同意就夠了 就是創制權 立法院的話呢 四分之一提案 那四分之三出席 四分之三同意 還要經過公民覆決 就是有那個國民大會代表的執行 但是第七次修憲 就是2005年 修憲的時候的話呢 就把國民大會修掉 修掉的話 把人民的創制權也一併修掉 那因為修掉的話 現在變成人民對修憲 完全沒有創制權 那沒有創制權的話呢 所以大家把覆決權 回還給那個全國人民 但是創制權沒有 所以這是一個錯誤的修憲的話呢 本來有一個可以補那個創制權的不足 是公投法 本來就可以透過公投來創制 可惜我們的公投法第二條 規定的非常清楚 修憲跟法律層次 人民沒有創制權 只有創制權 所以公投法也把N掉了 也把那個創制權把N掉了 所以這是一個 完全是一個錯誤的設計 那要嘛就是修公投法 讓那個修憲跟法律 也有那個創制權 或者修憲的話呢 也應該模仿公投法的模式 讓人民可以提案 連署 那個公投 有這個修憲的創制權 或者的話呢 那應該要把我們的憲法的 那個十七條的 那個人民的選舉 罷免創制覆解 也全部都凍結 這樣算了 目前事實上都已經凍結掉了 謝謝 好 謝謝我們 陳茂雄老師 下一位我們邀請石仁傑教授 發言 主席大家好 我想剛剛聽聽很多人談到說 不管這次修憲也許不是那麼想像中那麼順利 不過我個人認為啦 不管修憲有沒有機會 我想今天這個公聽會主要來這裡的目的 就是我們必須要假定他有機會 然後我就在這個基礎下 大概就今天討論的議題 大概說說我的看法 特別會集中在政府體制這個部分 我想我有些書面意見 我就大概也請大家參閱 那我自己認為啦 這部憲法所設計的政府題 真的一定要改不可 如果連我們國人認為呢 最會遵守憲法的馬英九總統呢 都同樣無法 也沒有辦法遵守 這一部所謂叫 半總統制的中華民國憲法 跟憲法徵修條文 那還 一定怎麼還能夠不改呢 那現在問題來了 我想真的總統不遵守憲法 不要怪總統 這真的是我們憲法本身設計的一個問題 那我個人認為呢 不管誰當總統 都一定都會不遵守這部憲法 因為他不可以遵守這部憲法的設計 那所以我們現在問題就來了 我自己認為呢 這部憲法現行的 憲修條文的架構 最嚴肅的困境是這樣子 我們有一個直接民選的一個總統 卻沒有常態性跟制度性的 實際的行政的這個領導力 那真正的國會立法院 也沒有完整的民意監督權 那這個民意監督權其實是包括呢 政策形成的分享權 政策執行的這個調查權 政務體系跟最高文官體系的彈劾權 我指的是這個地方 那至於呢 我想我們現在在討論的 包括說立法院不能直接對總統 做這種個人諮詢啊 或者是說 不能對個人 對總統所任命的行政院長 行使同意權啊 除非我們要實施議會內閣制 要不然我認為這都是假議題 因為不論是在總統制 或者即使是法國的辦總統制 都沒有這個 這樣的一個設計 那所以 現在 如果我們繼續要維持現在的辦總統制下 根據憲法跟徵修條文 跟或者預算法的架構 其實大家必須要理解 我們的總統 根本沒有可能有任何實質的行政權利 實質的行政權利 因為呢 總統沒有任何的政策立法提案權 總統沒有任何的 預算編制權 也沒有任何直接 監督行政院的權 當然我們就不要諷刺到一點 是總統可以去管 其他三個院的所有提名權 我覺得呢 所以問題是在這裡的 可是我們台灣的民眾 媒體 包括立法院的立法委員 都認為呢 我們民選的總統 大小事都要管 然後呢 大小事情都要表示態度 大小事情呢 也都希望他負責 所以我想 我自己認為 我們真的 這實在是有點天真 跟不務實的認為說 民選的總統 要遵守呢 所謂憲法上的法定職權說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說如果真的 總統真的遵守憲法 我個人會認為 反而造成我們民主 自己的一個很重 一個民主自己的真正的 一個正當性的危機 因為呢 如果總統真的遵守憲法 我們這個政府真正的智者 是行政院 他完全沒有基於呢 人民任何的一個 統一選的過程 這才是真正 我們民主政治的一個 真正的一個危機 那所以在這個基礎下呢 我真的認為 我們應該 好好去重新建立一套 很清楚的一個制度 這個制度 不管是內閣制 或者是總統制 都沒有關係 但是要挑一套制度 就要往往整整 是他 這套制度 不要再挑東挑西 這樣去拼受 我覺得這反而造成一大問題 那今天 我想這個 討論的一個提綱 我的感覺是比較傾向 從內閣制的角度去設計一個討論提綱 那這個當然是見仁見智的看法 那我自己會認為說 在台灣實施這麼多年以來的一個經驗裡面呢 我自己比較傾向的方式是說 內閣制呢 不應該是台灣在未來修憲政府體制的新選項 那我大概先說這樣的理由 那其實呢 在成熟的民主國家裡面 目前呢 的案例只有 在歐洲裡面 大概只有從議會內閣制 轉為半總統制 還沒有看到相反的路徑 我想是歐洲那幾個半總統制的一個國家 他們都是先實施了議會內閣制 然後才轉為這個半總統制 那台灣 如果要從半總統制轉回議會內閣制 這很怪 那議會內閣制真正的優點是這樣子 國家只有一個機構是人民直接選出來 扮演國家 人民意志 形成了唯一機構 因此議會多數黨或多數聯盟呢 事實上呢 他要實施任何政策 都可以很容易呢 通過立法跟預算 付諸推行 而且具有相當民意基礎 那這個背後講的意思就是說 在議會內閣之下 行政跟立法兩權雖然是分立 但運作上是合一的 所以權力分立 根本就不是議會內閣制的在意的 所以我們要談那個東西 那根本就不要去談制衡了 那也因為如此 如果議會內閣自由搭配 強烈的政黨的黨紀下 重大政策形成過程呢 老實說會反而更不民主 特別是多數黨的 如果不願意尊重少數黨的聲音 或者是特別是多數黨在議會期次比例 並不是顯著的高於其他少數黨的時候 又不尊重少數黨的聲音 那老實說 少數黨在議會裡面 連表達意見的機會都很小 更何況公民社會所珍貴的公民參與機制 也不會在議會裡面實現 那我覺得這不是台灣社會所樂見的 那第二點我認為是說 要採用議會內閣制就是要全套的 特別要求議會的所有內閣首相 跟部會政務首長 都要有民選議員來擔任 那我並不贊成由不分區立委來見 我覺得這有點怪怪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 而且明顯議員都必須要全職 還不能兼職任何的 直接或間接做任何的盈利或事業 那在這種情況下 台灣的選舉制度或者是選風向 還沒有完全改變下 台灣的民眾 包括我們自己的常任文官體系 是不是真的能適應這樣的 那個行政領導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這真的要去想像的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以現在行政院 跟他29個部會所需要政務 政府首長的數量 可能是大概是七八十個人 除非我們立法院把息事大幅增加 要不然那個多數黨怎麼去實施議會內閣制 不然你就把行政院的那個部會再一次大幅縮減 其實這是很實際的一個問題 那第三個呢 事實上我們如果看研究歐洲的一個議會內閣制的一個經驗 特別在研究英國 他們指出說 有些文獻指說 事實上英國內閣首相角色的職權日趨總統化 那也就是說有時候更勝於美國的總統 所以內閣首相又是黨魁 他全力行使幾乎不受到任何制度性的節制 意思就是說超級總統的現象呢 不是總統制的專利品 這個也是我們要推動這個內閣制的時候 要去想的一個議題 第四個呢 議會內閣制呢 如果沒有比較穩定的兩黨呢 事實上經常會換來換去 這個事情呢 是不是適合台灣 那我覺得這也是要討論 所以因此呢 我覺得呢 我們的選項呢 最好是選美國總統制 那我大概花個一分鐘說明 美國總統制的一個運作的核心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總統跟國會同時由人民直接選出來 所以這個國家有兩個雙元民主的最高代表民意機構 那基本上強調就是相互分立 而且是制衡 這個才是他真的一個重點 那這裡的制衡指的是說 任何國家重大政策形成過程 一定要雙方有共識才能推得動 這能夠確保社會上多元意見 都有機會得到發聲音 那這不是內閣制可以確保的 那第二個核心精神就是 在這個制衡裡面呢 並沒有包括總統個人必須對 國會負政治責任的意涵 那國會確實透過分享政策形成 跟行政監督權來制衡總統 但是呢總統去留完全是由人民來決定定期改選 那國會當然也是由人民定期來改選 所以總統當然也不能解散國會 這是很自然的一個事情 那我想這裡面還有一些相關一些 剩下就是僵局 他竟然會僵局 可是在僵局的時候 美國總統呢 他們歷史上就歷任總統都知道 溝通說服談判妥協 才是真正雙方合作的王道 這不是憲法條文能告訴你解決的一個問題 那這種基礎下我覺得台灣比較適合做美國總統 這主要是務實的考量 我們已經有六次的總統大選了 人民習慣這個一個方式 我覺得那個轉換成本相對來講低 然後呢台灣的現在並沒有存在 相對於美國來講 美國那個立法跟總統跟國會的那個僵局的因子 在台灣相對是比較低的 所以我們基於實施美國總統制呢 一方面現況改變不大 一方面那僵局呢 沒有不會像美國那麼產生那麼大 所以如果我們朝向美國總統制呢 當然拒絕做法 當然就不要行政院 這很自然的 就直接總統就當成白宮的一個概念 這樣去運作了 當然裡面有一個 我非常贊成的一件事情 就是國會一定要強化它的功能 因為在美國總統制 總統之所以被制衡 就是因為國會有非常powerful的權力 這個權力包括完整的權力 然後加上它有很好的專業性的幕僚 我再次強調是專業性的幕僚 這個是跟我們理解立法院的這個運作方式 可能不完全一樣 那我覺得這個是大概我今天以上來提供給大家一個意見 謝謝 好 謝謝施教授 補充介紹我們到場的廖毅民 廖教授 好 下一位我們邀請吳政佳老師發言 主席各位先生小姐 各位來賓大家好 我是台大政治系的博士後研究員 我叫吳政佳 在場有很多是我的老師輩的人物 所以在這邊只是提供我一些個人的潛見 那這個今天的公聽會一開始 謝教授就提醒我們說 我們這個憲法到底是要大修還是小修的問題 這邊我的個人看法說 我也這個是題外話 我也絕對應該呼應一下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如果我們憲法要進行大修 就是我們現在提到關於內閣制 或者是半總統制 或者是總統制這樣的修正的時候 如果要進行這種政府體制根本性的改革 我們台灣過去的這麼多次的選舉 這麼多次的憲法修正裡面 其實有三次涉及這種體制性的改革 一次是這個1991年的修憲 另外一個是這個1997年的修憲 然後第三次是2005年這個立法委員選舉 制度的修憲 真正涉及到我們怎麼去選出 我們的這個國家的領導人這個方式 那這兩 前兩次的修憲 基本上都有一個大型的國師會議 對一個1990年的國師會 一個1996年的國師會議 所以我的建議說 如果我們要真正要大修這個 這個政府體制的話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比這個工廷會 更為廣泛一點的這個形式 就是說我們之前是總統召開的嘛 但是現在的政治情況可能不容許 我們總統這個召開 但是我們現在修憲的權力 已經到達立法院手上 我們可以用立法委員多數決議 或是總統 或者是立法院長 那個邀請的方式 來進行一個比較大規模的 可能會比我們現在討論更為深入 這是一個關於基本的討論 但是機關修憲還是可以進行的 就是我們過去國民大會的機關修憲 還是可以針對很多小問題 比較不是那麼根本性的問題進行修憲 然後我們這個工廷會就可以負擔起這樣的責任 好 這個是題外話 那今天關於今天的議題呢 我會提出大概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我會提出四點 一個是關於改善權責不符 第二個是關於立法委員 原額跟選舉制度 第三個是這個降低投票率 連領跟不在籍投票的問題 首先關於改善這個權責不符的問題 我們台灣的憲政體制的現況 基本上依國內的學者分類共識 因為我們國內有蠻多優秀的學者 基本上都是同意說 我們現在的制度是屬於總統優越型的半總統制 但是在實際運作的時候 基本上內閣制完全聽名於總統 內閣完全聽名於總統 總統與國會 雖然同樣都是由人民選出 然後出現了雙元的民意正當性 剛才我們那個謝教授也有指出過這一點 那這種雙元民意正當性在輔會不一致的時候 總統可以不顧國會生態 任命他所屬於的行政院長 導致輔會惡鬥 這個是陳水扁總統時期所遭遇的問題 但是在輔會一致的時候 他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總統會透過領導政黨 影響國會黨團 又有權力過大之餘 如果當他推動爭議性過大的這個法案的時候 不僅會造成國會內部的這個杯葛意識 可能還會有權王就包圍意識台這個問題 還有可能直接的引發社會不滿 因為要缺乏一個妥協的過程 所謂引爆這個大規模的群眾抗議 這個是馬英九政府所面臨的問題 我們才剛遇到 但是呢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這種情況的原因 基本上是大家都講了 總統有權無責 行政院長有責無權 如果我們從憲法設計上來看 這個問題的產生 基本上是兩個 第一個是總統行政院長跟立法院之間的 權力關係其實並不平衡 就是我們直接在法條上 對他的這個 給予他的權力關係其實不平衡 第二個是解決僵局的方式 從來沒有有效的運作過 那我們仔細來分析一下 在辦總統制 辦總統制其實它並不是那麼不好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會選擇辦總統制 因為我們在1990年第三波民主化以來 全世界已經有超過50個國家選擇辦總統制了 而且這個 而且我們國內很多辦總統制的學者 有研究說 其實的確有它的好處 那我們可以講說 它的精神主要是什麼 基本上是在內閣制裡面加入總統制的元素 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要強化它的政治穩定性 跟制衡國會過大的問題 那這個在我們台灣的環境裡面 其實是有需要的 因為我們有一個明顯的外敵嘛 對吧 所以而且我們有一個需要一個國家主權的象徵 所以這個可能是需要的 第二個呢 而且加上我們過去的國會一直是紛亂不堪的嘛 所以大家希望有一個比較穩定的 比較這個看起來是多數的總統來維持我們的政治的穩定性 其次呢 它是保留內閣制的不信任的設計來緩解憲政將軍 這兩點我覺得是很關鍵 就是這個辦總統制裡面特別有效的兩個部分 所以呢 總統行政院長及立法院之間的關係呢 必須是這種制度設計的關鍵 但是我們現在的制度設計呢 其實很專注在的就是因為我們的憲法本文是內閣制精神 所以我們大部分的關係都停留在行政院長跟立法院之間的關係 對於總統的這個這個關係呢 基本上它有點像 因為我們的武權憲法的本體精神嘛 總統好像至高在這個憲政體制之外 然後第一 他是由上而下領導行政院 第二呢 立法院要來制衡他的話 其實有一定的困難度 是間接性 然後他可以制衡就是人事統一權嘛 但是人事統一權基本上 都是不是核心的三 核心的這個兩個院 就是那三個院之中 OK 從這個角度來看啊 這個 實際運作上啊 立法院只能監督到有責無權的行政院長 但對於有權無責的總統 幾乎沒有什麼制衡能力 那第二個問題呢 在辦總統制裡面 其實有一些解決僵局的運作方式 就像我們主要參考的法國第五共和 法國第五共和的這個憲政制度為例啊 當總統跟國會不一致的時候 可以使用不信任案 以及解散國會權喔 這是兩個是一個對等的機制 你有國會的不信任案 相對而言 你必須要有一個 這個解散國會權 而且在法國 這是有主動性 就是法國 總統是可以徵詢過兩院的 那個兩議會的意見之後 就可以解散國會 好 他可以藉由這個行動啊 來解決憲政監督局 一旦總統確認 他無法主導國會的多數 他就必須接受共治 我國的制度設計 本來是有這一項 但是在發動權啊 目前只有 國會的這個不信任案 然後 總統方面是被動的解散權 在過去的實際運作 國會多數聯盟 沒有執行過這一項權利 反而是在民進黨 在野黨的時候執行過 那在陳水平 實際又形成這個 少數政府的問題 那要解決上述的方式呢 可以包括幾種 第一個呢 是在半總統制下進行修正 第二個是改成内閣制 或是總統制 但是呢 目前來看啊 在半總統制下 進行修正的看法是可行的 他之所以成為選項呢 是有他的優點 包括強化政治穩定 增進行政效能 以及減少行政權跟立法權的僵局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 這個前提下 去減少他的弊端 進行憲政體制的微調 我覺得比較符合我們台灣的國情 跟政治文化啦 那很多 政治文化的因素都要提到 那我們來講說他怎麼改呢 第一個 面對第一個問題 對於這個總統權力過大 我們可以考慮這個 第五共和的制度 就是你把總統拉到 憲政體制裡面來 把總統拉到憲政體制裡面來 例如說他可以主持國務會議 他可以提案 他可以對立法院提案 那表示你對這個政策 你有意見嗎 他甚至可以到國會去解釋 他的這個法案 然後希望得到那個 國會跟人民的同意 這個我覺得是基本上第一個意見 第二個呢 就是說要把這個解散國會權拿回來 就是你必須要讓他是一個對等的權利 就是你可以不信任 但是我也可以解散 解散國會來確認新的民意 可以藉由這個方法來化檢僵局 那統一權的問題當然是這樣 之前這個法國之所以不納進去的主要原因 當然是因為 就是因為他希望維持他的穩定 那內閣制的問題呢 就是說 內閣制的缺點 剛剛也提到很多 就國會獨大使會濫權嘛 更迭平凡的政府 而且無法藉由選舉來判定 政治責任等等的問題 例如像我們鄰國日本 其實台灣跟日本很像 如果我們現在實行內閣制的話 其實很容易就會變成日本的樣子 那日本現在比較大的問題就兩點 一點就是派閥政治 第二點呢 就是他 我們其實日本首相一直在更換嘛 那這個問題是 如果我們要改成內閣制 可能要必須面對的 時間問題 我先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吳老師 下一位我想 因為我們每三位專家學者之後 我們會輪椅為本院的委員 那下一位我們請這個 本院的李坤哲委員發言 然後我們下一位請廖達琦教授準備 主席各位專家學者大家好 今天非常謝謝 我們有很多的政治學者 憲政學者 到立法院來提供 國家憲政改革的相關的建議及看法 那我們知道從90年代以及七次的修憲之後 整個國家的憲政運作陷入困境 那當然我們急需建立全責相符的這樣的一個憲政體制 那但是對於憲政慣例以及政治文化的提升 也是我們日後國人必須要深思的問題 有再好的全責相符的機制 如果沒有遵循的憲政慣例 以及全民信守的這樣的一個政治文化 那恐怕日後的憲政的衝突 以及政治的爭議 還是會屢次的發生 那其實我們看到有很多共產國家 它的憲政條文其實也非常漂亮 但是呢 就是不遵守 或者是沒有作為一個真正的 這樣一個憲政體制的運作的依據 那其實我們現在最主要的 國人重視的 不管是18歲的公民權 或者是五權分立 要改為三權分立 其實社會也都有多所的討論 那五權分立大家都知道 是孫中山先生 他模仿三權分立 然後呢 自己所謂獨創的 這樣一個五權分立的 這樣的一個憲政的體制 那其實我們現在看到 它這個五權分立 是有當時的 這樣的一個時空背景 但是呢 到現在呢 我們看到整個憲政的體制 將屬於行政的這樣的一個考試權呢 分出去形成這樣的一個考試院 變成行政考試的二元化 將原本應該要屬於立法權的監察權 變成監察院跟立法院兩院分享 其實也是造成這樣一個疊床架屋 職權過度的分割 造成浪費公堂 效能不張 疊床架屋的這樣一個嚴重的狀況 那其實在90年代 我也參與過修憲 1997的修憲 我在第三屆國代就有參與過 那其實當初我們就把有很多的 有關考試院的職權 有部分移轉到行政院 也將監察院部分的職權呢 也慢慢的移轉到立法院 那其實越來越傾向三權分立 那我們主要也是希望能夠建立 三權分立的這樣一個憲政的主架構 那其實我們也是不贊成 所謂的監察院或考試院的受生計畫 只是減少他們的人數 我們是希望能夠三權分立 另外呢 我們也是希望能夠 將考試院長理 國家考試級公務人員 權序 輔序 選用等職權 回歸行政院 在行政院下 設獨立的機關來行使 也將監察院所享有的調查 彈劾 糾舉 糾正 審計職權 移轉到立法院 以上 好 謝謝李坤哲委員 那補中介紹我們到場的游美女游委員 好 接下來我們請廖達琪教授發言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大家好 我今天是我第二次到立法院來做憲政的工廳 那剛才幾位先進都提到說 這次是玩真的還玩假的 那我們那個剛才 我們的前輩說 既然來了應該是把它當真吧 我是覺得不管修憲會是真還是假 那至少有這些工廳 有這些討論 對台灣的憲政發展 我是非常肯定的 因為基本上憲法是 對我們這個系列來講 是個搏來品 它完全是外國深的 所以對我們的國人來講 要了解 要進入憲政的領域 要覺得自己是主人 要彼此討論 建構一套根本大法 來管理自己 來管理政府 這個對我們自己的國民來講 是陌生的 所以剛才李坤哲委員也說 其實也要有很好的憲政文化來搭配 這我完全同意 那針對今天的幾個主題 那因為我們在學界都喜歡 先看看題目 給學生出題目嘛 都要學學生針對題目來回答 那我想先針對第一個 就是我們第七次修憲以後 產生的憲政困境 那其實第七次修憲 我們一共修了七次了 剛才有人提到 這個對我自己來講 這七次修憲都是我的 親眼見證 看到每一次修 每一次修之後 其實都一直叹息 從來沒有修一次 稱讚叫好 所以其實對憲政學者來講 看到修憲 然後看到修憲的結果 常常是最大的折磨 但是還是不會放棄希望 那我們看到第七次修憲呢 其實主要的精神就是改了選制 我們過去在學理上叫做 SNTV 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ystem 就是單機不可讓渡投票 講這個大家會投婚 那我們改成單一選區兩票 其次減半 二五減一三 那這個效果是什麼呢 我講出兩個效果 跟大家討論 然後我覺得有些東西 可能現在就可以思考 我是抛議題 不見得說馬上找答案 第一個呢 上一次第七次改變 我們立法院選舉的產生方式 那還有呢 席次減半 產生第一個效果 就叫做代議赤字 我們叫representative deficit 什麼叫代議赤字呢 我們政府有赤字 就是不夠了 有紅字了 紅字是哪裡來的呢 也就是我們社會上的多元的聲音 在我們現在改了以後的體制 更少機會進到國會裡面來表達 所以318的學運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在立法院的兩大黨 可能還有一些小黨 這些聲音的反應 代表民間的一些意見的反應 可能不足 所以造成有很大的衝擊 那這種不足是第一個來自 我們的單一選區兩票 我們的區域立委是73席 原住民6席 不分區34席 占那個比例 不分區占的太少 那區域73席又減半了 那政黨在這種進主底下 我沒有時間講太多細節 政黨在這種制度進主底下 通常是向兩大集中 所以我們看到第七屆立委 第一次用這個新的選制 我們只有國民兩黨 可以過半數 而且拿到國民黨 甚至是拿到70%的席次 所以政黨太少 是減少不同意見 進入立法院的管道 還有呢 剛才也有提到 我們選區劃分的原則 那也其實某種程度是 漂漂不等值 大區小區 這中間有差別 那像金門馬祖 這樣子的選區 他其實人口不多 那跟大區 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選區劃分 也造成那個代表性的不平均 還有呢 不在即投票 剛才也講到 所以我們上次的選制的改變 整個效果下來 是代議赤字 那所以民間的很多聲音 是找不到機會 進入立法院 那第二個呢 我覺得其實是 蠻長久的問題 但是也不是那麼一下 就是這個東西 牵涉了一個很長久的習慣 那也是我們現在 整個在挑戰 我們憲政體制 走向的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在我們的國會裡面 我們的政府體制 要不要政黨政治 我想我們從小上公民課程 公民教育都說 希望民主政治 不是希望 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思考過 什麼叫做就是政黨政治 為什麼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 這個聽起來都會背 但是運作起來很麻煩 我講一個現實的例子 就是政黨政治 在我們的選制後 更不明確 所謂政黨政治 明確的政黨政治是什麼 就是誰是這個國會裡面的多數 那這個國會多數就主導議題 那少數就是反對 這其實是內閣制精神 那不是那麼明確的政黨政治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我們有政黨協商 那這個政黨協商 我不是批評他好壞 而且他因為協商出來 在這個整個產生的結果 他代表這個機構 立法機構的意志 他不是代表哪個大黨的意志 那這個其實是 某種程度是已經 有點總統制的味道 我等會講這兩個制度 他可能要走的邏輯 那這個政黨政治的這個不明確 那可是又另外一方面 我們的單一選區兩票 是促成兩個大黨 在國會裡面是比較主導的 那這兩個大黨的攻防 也比較清楚 那甚至呢 這個效果上面 當初會產生這個單一選區兩票 兩個大黨 國民兩黨是手攜手來修憲 上次修憲也不容易啊 修憲的目的也是踩死小黨 民進黨有這個台聯之痛 國民黨有親民黨有新黨之痛 那所以其實當初修憲是希望 政黨來擔綱 但是修憲以後的制度走向 還是比較走的是機構性 就是以立法院做一個獨立機關 來表示意志 那這個效果 實際上造成國民很多困擾 我必須講一個真實例子 我有一個iVoter平台 正在請各立委上這個平台 那我請了 為了這個iVoter平台 我也跟那個G0V 有一個年輕人的網站 他們互動非常頻繁 那他們也設立一個網站 請大家去看 跟各位立委都有關 叫做投票 議員投票諮詢平台 立委投票諮詢平台 整理各位所有在立法院的表現 但是這個可愛的年輕人 他是個資管專業的 奠基專業的 他說他一整理出來的時候 因為他完全對政治是沒有概念的 他只是想要了解說 我要投票我怎麼投 他整理出來說 他赫然發現 怎麼搞的 大家投票是按照顏色投票 對他來講是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在我們政治學裡面 按照顏色投票 政黨投票 是一個基本政治運作的邏輯 但是對這個高科技 非常優秀年輕來講 覺得這不可思議 所以我覺得這是台灣民主政治 其實下面要思索 你要回歸個人單元 還是要回歸政黨政治 我個人看政治這麼多年 甚至美國政治 美國的當初創建國家 設立政府的時候 基本的目的是希望打掉政黨 所以才創立三權分立 才check and balance 在不同的政府之間制衡 不同的機構之間 行政立法司法 但是美國人後來發現 這個Jefferson這些發現 沒有政黨政府會癱瘓 所以說是 整個民主政治 美國政體是靠政黨才救起來的 所以我認為政黨政治這一部分 在我們現在選制裡面 如果在選民的意志或了解上 一直模糊的話 它其實是造成我們 政上運作很多的困擾 先不要貪 內閣制總統 知道我的時間是有限 那我只有一點建議 這個是小的 還不是到中線層次 可以供大家思考想一想 因為我們現在中選會 每次發的選舉公報 一定載上每個立委 個別的政見 那事實上如果要推政黨竞爭的話 這個個人的政見 是不是考慮淡化 而是以政黨共同政綱 選的是這個政黨為名目 那這是其實在各國 大家剛才講歐洲各國 他們全部幾乎都是PR 除了比例代表制 全部都是政黨政綱 很少個人 那至於總統制那個制 給我一分鐘一分鐘 對不起 總統制那個制 我覺得這裡面 其實這個原則上面 它的邏輯很不一樣 總統制是機構之間在制衡 行政立法司法 那可是還是要由一些政黨去串聯 但是政黨本身必須是 黨濟鬆散的 讓黨員在這中間 有他可以自由意志表現 而且跟他選去連結 這是總統制 可能必須要走的邏輯 但是內閣制的話 黨濟政黨政治一定要非常強 因為它是靠政黨之間的攻防 自政黨跟反對黨之間的攻防 黨濟要強 它是責任政治 那總統制不講責任政治 講responsive 回應政治 克責政治 那最後講到說 到底是三權五權或什麼 其實我必須講 其實憲政對我們是舶來品 我們都是向外操的學的 那總統制內閣制只是一種 對於現有憲政體制的分類方法 各國新發展的新民主國家 其實都因為它的一些歷史背景 有一些不同的發展 樣態 所以有一個學者叫林福特 各位去看他書 1999年出了一本 叫做Patterns of Democracy 民主類型 特別推薦 共識性民主 如果民主是追求 最多數的人 可能參與 不要排除少數人的機會的話 那共識民主的整個制度設計 給予最多的空間 讓人民可以參與 那這個可能比較符合民主的本意 這有現成書 我有在書裡面有寫導讀 如果各位有機會的話 我可以把導讀PASS給各位 謝謝各位 好 謝謝廖老師 下一位我們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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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楊太順 楊教授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還有在場的各位學者專家 這個公聽會 我已經參加這是第三場了 所以今天所列出來的 這個幾個主題 我大概前面也都發言過了 那我也不想再重複了 所以我今天想從另外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角度 來談有關這個 權責相符的這個議題 那剛剛開場的時候 主席就有提到 立法院現在幾乎已經是 在憲法規定裡面 唯一的這個可以提出 修憲的這個機關 所以說權力是蠻大的 可是我們今天立法院 開公聽會在談這個 憲政體制上面的 權責相符的時候 那立法院的 我們今天在場的 很多委員先進 你們是不是自己也反省過 你們自己立法院 內部的運作 是不是有權責相符 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到 權責相符 你去談台灣整個 行政跟立法之間的 權責相符 或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那你自己的鬍子都不刮 你還要去刮別人的鬍子 所以我很簡單的 這個談一下 今天我們學界 我們所觀察到 立法院內部運作 權責不相符的地方 那如果立法院能夠先就這 這有些是要修改憲法 有些可能是立法院自己內規的改變 那如果立法院能夠從這個地方來起步 我先把我自己的權責相符 把它弄好 然後你再來跟全國人民講說 今天我們的憲政體制 權責不相符 我們應該要怎麼改 那我想現在對大部分的民眾來講 也比較能夠接受 你們的這個主張 也比較會有公信力 那我首先我們談到一個 就是我們立法院有審查預算的權利 那你又審查預算的權利 那另外一個相對應的 你有沒有審查決算的權利呢 那這個很明顯是沒有 所以又牽扯到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監察院要不要廢掉的問題 所以我是主張監察院應該併入立法院 學歐洲的一些內閣制的國家 把這個監察院變成是一個監察史的這樣一個機構 把這個決算權納入立法院裡面來 你不知道決算 你沒看過決算書 你怎麼可以去規劃下一個年度的 這個政府的預算要怎麼樣化 你又怎麼樣去監督政府的這個 預算的這個執行呢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權責對應的一個設計 另外一個我們立法院 享有全世界所有民主國家裡面 最強的質詢權 不管從質詢的時間 質詢的形式 可以聯合質詢 這個可以說是全世界都是最強 那麼這樣強的一個質詢權的制度之下 我們自己立法委員的這個發言內容 也沒有規範 不過以英國的這個質詢制度來講 你報紙上寫的東西 你就不能拿來做質詢的材料 對不對 你的封文的事情 也不能拿來做質詢的材料 那我們今天在立法院 我們全國民眾在電視上看到 立法委員的這個質詢的這種方式 可以說是大家標心利益 這個花壯取寵 使得我們老百姓對台灣的民主品質都失去信心 所以我們今天有給立法委員這麼強大的一個質詢權 可是我們沒有相對的 我們立法委員是不是要求自己在質詢上面 能夠自己注意自己的這個發言的規範 我們自己的立法委員享有言論免責權 這個言論免責權恐怕也是全世界最強的 可是我們對我們自己的言論 幾乎沒有任何的規範 我們知道在西方的這個民主國家 包括美國跟英國都一樣 不管內閣制或總統制都一樣 國會議員在國會裡面講話 有所謂的paramentarian words 就是國會的用語的這個原則 有些話你是不能講 比如我講一個最淺顯的例子 這個在台灣是常常被拿出來講 就在國會殿堂裡面指責別人說謊 這個在英國 你說人家是liar 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說人家低級 這個前美國眾議院議長 在美國國會歷史上 第一次向國會議員公開道歉 因為他指責他的不同黨派的 這個同僚精銳器 他說你這個講話很低級 很low 很low 其實在今天我們立法院 罵人的話裡面已經不算很低級了 可是他因為這樣子 違反了這個國會用語的這個規則 所以他必須要向所有的這個議員道歉 所以我們有這麼強的言論免責保護 那我們也很希望說全責相符 我們也希望在發言上面 自己能夠尊重一些規範 我們今天在講說 總統制 總統制有一個很重要的設計 就是國會的這個委員會 他監督的功能要很強 所以一樣 我們的這個委員會的設計上面 我們比較類似像美國的這種體制的設計 可是我們的委員的這個領選 好像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專業的考量 也沒有資深的這個考量 大家都是走馬燈這樣走來走去的 這是不是也不符全責相符的原則 另外一個我要提出 請大家去重視的 就是我們不分區委員的產生 我們區域代表 你們有民意的基礎 老百姓支持你們 你們當選的這個委員 可是不分區的委員 有沒有民意的基礎 你可以想說 那我這票是投給政黨 可是政黨決定的名單 難道就是老百姓喜歡看到的名單嗎 這也不見得 所以我們在不分區的委員名單 不分區委員的決定上 是不是可以也參考一些歐洲國家的例子 我除了投政黨以外 我這一票在這個設計上 也可以讓我來改變 這個政黨的提名的名單的順序 不要說這個 一些我們不喜歡的人 就排在這安全名單 喜歡的人就垫在後面 來做一個號召 然後可是呢 這個很可能會因為這樣就落選 那另外甚至包括 這個不分區的這個提名制度上面 你既然區域委員必須要初選 要由民意來參與 民意來參與這個提名的這個與否 那不分區 是不是更應該要有一個 讓民眾參與的一個機會 比如類似像這個初選制度的這個設計 另外一個我們覺得 立法院裡面民實不符 就是權責不符的 就是政黨協商這個問題 這個已經很多人都討論過了 我這裡不講太多 可是如果說以現在我們所看到的狀況 協商的內容不公開 然後協商又可以推翻委員會的這個決定 那這種協商是不是應該要一個比較公開 比較能夠有負責任的這樣一種程序呢 再來就是立法院院長 在現實體制上他享有相當崇高的地位 可是我們只要我們就法理上來比較的話 我們立法院院長在全世界國家議長裡面 民主國家議長裡面 他的這個權力其實是少得可憐了 他沒有這個解釋意識規則的權利 他沒有指定發言的權利 對不對 他沒有排定議程的這個權利 對不對 他甚至他連他自己的這個有關他的這個尊嚴維繫的 比如說像這個主持議員的宣誓就職典禮 這個議員在議場上發言以議長為對象 像這一類的這個設計呢 我們也都負之缺乳 所以我們是不是在某種程度上面 我們必須要給議長一個權責相符的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再來就是我們如果要使得這個我們的 對不起再一分鐘啊 循這個前面廖教授的例子 如果我們要讓這個立法院呢 能夠更有效的來執行他的權利 來監督我們的行政體系 我們的委員會制度 是不是也要像其他的國家一樣 盡量的跟行政院的部會能夠能對應 比方說兩個部換一個委員會 那這就牽扯到人數是不是要增加的問題 所以我們是不是在增加人數上 如果區域不能增加的話 是不是大幅的增加部分區的這個委員的名額 像德國這樣 使得部分區跟區域的委員能夠50%跟50%左右 或者甚至像日本40%跟60% 你來增加這個部分 然後透過部分區委員的增加 強化我們國會的問政的一個專業性 所以我很簡單來談一下最後的這個 不在籍投票的問題 我覺得不在籍投票不是一個正確的命題 就像剛剛我們委員也有提到 應該我們要強調是通訊投票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現在這個好像民主的素養 這個政府的這個效率並不是這麼好 通訊投票是不是會產生很多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都可以設計 比如說你可以透過申請的程序 你可以要求你在投票上你要簽字 這是納指紋來作為將來來驗證 是不是真的你本人投票的一個根據 那你可以講說 那這個是不是使得這個個人的隱私就曝光啊 那如果你對這個有懷疑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不要執行什麼 什麼資訊保護的這些措施了 對不對 那再一個呢 因為你實行通訊投票 你已經享受了某種程度上的方便 所以你就 你當然你在某些你吸生意 比如你吸生意的個人的隱私的保護 來簽名或怎麼樣 也是也是不可避免的 那另外呢 就是說為什麼我主張是通訊投票 而不是不在即投票呢 如果你現在實施的是不在即投票的話 讓不在即人有所方便的話 那今天住在家裡的殘障人士 他不方便去投票 那他為什麼要掙扎的跑到投票鬼去投票 所以應該是通訊投票 那不在即投票只是通訊投票中間的 一個設計而已好不好 以上謝謝 謝謝楊教授 這個補充介紹一下 我們現場中立安州委員 好 下一位我們邀請黃士安先生發言 首先先非常感謝 這個大願意給本人這個機會來 這個在修憲的這個時候來 邀請本人來這裡對修憲表達一些看法 那當然以下就是我一些個人的看法 那因為在座有很多都是我的老師輩 甚至都是我的學長 所以我可能是最之前的 也請大家多多的指教 首先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全責相符一定都是政治制度設計上的最基本的架構與基本精神 沒有一個制度設計的支出他是刻意要做全責不相符的 但是因為運行的結果或者是國情的不同會有一些差異 比如說我們現在大家都講 我們台灣的制度是學習法國的半總統制 學習法國第五共和的半總統制 或是改良式的半總統制 但是實際運作上的結果 我們卻發現我們台灣跟法國有很明顯的差異 比如說台灣跟法國一模一樣 在憲法裡面都沒有要求隔回同意權 但是法國的經驗裡面已經產生了三次的左右共治 就是當法國總統知道他與國會多數不相同的時候 他就會主動的自動的任命了 這個國會的多數長成為 由國會多數長來組合 我們政治學裡面所謂的左右共治 但是在台灣過去的經驗 台灣是沒有發生的 這也就是說我們都抄襲了 我們跟法國有相同類似的制度 在憲法裡面也沒有明確地把隔回同意權放到憲法裡面 但是因為法國有這樣的政治文化 或者是說並產生了一些憲政的慣例 所以產生了有左右共治的可能 但很可惜的台灣在2000年這個歷史的時間點上並沒有產生 所以我個人的觀察其實是說 台灣過去的制度其實是蠻偏向一個總統制的 在2000年到2008年陳偉本總統執政的時代 他雖然任命了唐飛院長他是國民黨籍的 但是他並不是國會多數或是說國民黨同意的出任葛魁的人選 那之後當然甚至張俊雄 謝唐廷先生 這些行政院長 都自然也不會是國民黨同意的人 所以他這個制度其實 雖然說他是我們是模仿法國的所謂的半總統制 但是在行政權的換鬼上 其實我們是並沒有換過去的 這是第一點我要講的 所以說當我們要學習 就是說當我們要學習法國的時候 我們雖然憲法設計上是一模一樣的 但實際上就出現了這種 因為國情而有所差異的情況發生 所以說那我們是不是來檢討說我們的半總統制不好 其實我也認為未必 因為其實在政治學裡面並不是只有三種制度 就三種主要的制度裡面 也不是說每個國家都在於這個點上面存在 在半總統制下面其實有很多的制度 比如說總統議會制 比如說總理總統制 這些都是半總統制下面的子類型 那分別如果以政治光譜來講 可能總統制在我們 舉例來講可能總統制在我的左手邊 內閣制在我的右手邊 在這樣的過渡 在這樣的光線裡面 很多國家因為它的不同的制度 制度的形塑 而有所謂的有些許的不同 那我個人認為2000年到2008年 它是其實甚至於到現在2015年 台灣都是在走一個總統制或是比較偏向總統制的 半總統制國家 那現在運作下來 所有人都認為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想立法院也不會開這個公聽會 名稱也不會叫做全責相符的憲政體制 這時候我們要怎麼解決 並不是說從總統制 覺得總統制不好 我們就要跳向內閣制 雖然說我本身學政學的都很喜歡內閣制 但是台灣有台灣的國慶 那導致說現在要完全跳向內閣制是有困難的 但成如我剛剛講的 其實在半總統制下面有很多的 所謂的指制度 總統議會制或者是總理總統制 那我個人認為 既然我們沒有辦法學到法國的慣例 憲政慣例 不如我們就學 我們就說我們就學乾脆把它入憲 就是說把這個隔回同意權放進在憲法裡面 雖然我們不能一步到位的跳向內閣制 但是我們一定要解決在總統制 陷入總統制的泥落裡面 從總統制往內閣制的方向走 也許有一天 也許有一天 台灣沒有這樣子的很特殊的國際情勢 也許有一天台灣的人民 開始對內閣制產生好感的時候 我們在過度階段的 比如說從總統制朝向總統議會制 從總統議會制朝向總理總統制 在總理總統制下 總理的實權大過與總統很多 比如說像過去很多學提到了芬蘭 那最後我們在朝向完全的內閣制 都是可行的 那我們強調就是說 過去台灣的經驗就是總統領導 那我們希望台灣未來朝向總統領導 但尊重國會 或者是說也要尊重國會的多數 因為其實在法國的例子裡面 總統之所以有這麼強大的power 是因為他得到國會多數的支持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總統 是能得到國會多數的支持 那既然我們不能學人家用憲政慣例 那只有我們台灣人就可能 就是比較直白一點講 就是乾脆我們就把國會統一權入憲 讓這個成為一個 不是總統自由能決定的憲政官 不是總統自己能決定 所創造的一個憲政慣例 而是依法要求他就必須要這麼做 第二點我想要談到就是 談到就是這整個修憲的過程中 大家都在談一個 我個人的觀察就是說 大家都在談整個憲法的修正 但是很少人去談到他配套的修正 像剛剛謝教授已經講了 說我們要談降低投票年齡為18歲 這點我個人是非常同意的 但是謝教授也講了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很多的法律 它是沒有配套的 所以我們如果只談降低投票年齡到18歲 那現在大家的講法就是 他18歲可以當兵可以扶兵 可以考公職可以幹嘛幹嘛 他卻沒有投票權 這是不公平的 相對來講 如果我們現在降低在投票年齡到18歲 但是他民法還是保留在20歲的時候 會不會又是另外一種不平等 就是他可以投票 可是他有些權力跟義務關係 他又不用負擔責任了 所以我認為我們 我們應該宏觀一點來修憲 而不是說我們現在趕快先把 有共識的先推出去 沒有共識的先不推 而是各政黨應該是 坐下來把整個規劃的細節講清楚 比如說我要降低投票年齡為18歲 我相關的配套是這樣子 它有很多二成二的選項 我贊成降低投票年齡為18歲 或我不贊成降低投票年齡為18歲 那我贊成所有的年齡一次改 跟我不贊成 那政黨用這樣子的 這樣配套式的選項去向人民說服 也許說像剛剛 崔老師也有提到 降低投票年齡 也許是立法院的共識 現在在根據TVBS 三月份的民調來講 它卻是一個U字型的曲線 它並沒有成為一個共識 那我覺得政黨這時候 就應該去說服民眾 就是說如果我要降低投票年齡 那我相關的配套要怎麼樣 例如我再舉個例子 比如說大家都談要降低 政黨門檻回3% 可是我們一月份修的政黨補助金 卻是3.5% 雖然這兩個是不相關的 可是讓人民會有一種錯覺 就是我可以給你補助 我可以給你不分區的立委 就是三你已經當到不分區立委了 但是我沒有辦法給你補助 因為法律是3.5% 那我要講 雖然那個是比較detail的事情 但是我認為一個負責任的修憲 應該是整個配套的修 就是說我如果要告訴人民說 我要修政黨不分區比例降為3% 那我為什麼當時在一月份要 對就是3.5% 一樣的在不在籍投票 不好意思我跟主席要求一分鐘的時間就好 就是說在不在籍的投票問題 我個人認為也是有這樣的矛盾點在這一面 就是說大家都說不在籍投票非常好 或者是怎麼樣 但是各位有沒有去深思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在台灣人民國刑是否能接受 就是說所有的選舉裡面都不在籍 還是說只能在總統選舉裡面做不在籍 這是一個非常 我個人覺得要深思的問題 比如說我常常跟朋友舉例說 馬祖多少人 馬祖現場幾票當選 2000多票當選 如果今天 我覺得以台灣政治人為了聰明智慧 其實要辦這個很容易 那如果馬祖選出來一個並不是馬祖人認識的馬祖縣長 就是連江縣長 更正就是連江縣長 台灣人民能接受嗎 那這個時候唯有總統選舉 這種全國性單一選區的制度下面 不在籍投票會比較少爭議 那如果說不在籍涉及到每個縣市 甚至於到立法委員 我想各位就是在場有很多 就是台下有很多立法委員在 在聽我的發表意見 那各位想想說 如果我照顧我的選區照顧得非常好 但是莫名其妙的幽靈人口 讓我莫名其妙的落選了 這樣子台灣人民會接受嗎 我覺得過去從2004年 陳水扁總統那一次 我覺得台灣人民對政治的 政治動語的能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只要有一點點一點點的可能不公平 台灣的社會動盪就很大 所以我覺得考量到 這個學理上的利潤以外 我們必須要考慮到台灣人民的國情 那我覺得我們要推這些東西的時候 應該要花一點時間向人民做教育 我覺得不一定要很急的 比如說公投綁大選或者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好好地向人民訴說 而不是說推出了一個人民無法接受的案子 那最後公民復選沒有過 再回來檢討說我們是不是這個門檻太高 而不是去檢討立法委員 或者是立法院送出來的案子 是不是人民共識太低 對 以上是我的簡短的報告 謝謝各位 謝謝 我們下一位請姚文志委員發言 好 主席 各位先進 在場有很多也算是老四輩 不過我其實今天已經是第七場了 那我來聽過很多次 那每次聽一聽呢 其實都不想發言 因為越來越多的消息指出 這個修憲是越來越不可能 達成的共識越來越少 到昨天聽到這個國民黨的領導幹部 大概指只有在18歲公民權 還有這個不分區席次分配的比例3% 還有不在即投票綁在一起 可以同意 其他大概有點渺茫 那我剛剛聽一聽真的有點忍不住了 這個其實 我這個想法在一兩個禮拜前 也跟我們現在的主席 是國民黨的這個精英 談過 這次的修憲我認為 我認為我們真的缺乏去社會 去開放去凝聚或者去討論 讓社會形成一個改革的 改革的這個氣勢 那之前在去年 剛選完大家開始 或者太陽花學運之後 大家開始討論說要進入一個憲法時刻 那個憲法時刻幾乎沒有形成 這沒有形成 本來我還約了趙偉說不然我們到全國去 我們幾個年輕的立委 我們跳出去 我們去開這個到各地去開這個修憲的公聽會 全國繞一圈 有點像當年當年的幾次這個修憲的國事會議 當年的國事會議的時候 我還是打工的學生 那個去幫忙做紀錄 很可惜 那一方面 一方面這個對外的共識的形成 公民參與的過程沒有進行 一方面在立法院內 坦白講我也覺得 我終於忍不住要講 我們這些立法委員 其實也限縮了我們的職權 其實我們是唯一的修憲機關 如果國家的這個政治體制 我們的權責沒有辦法釐清 或者我們的運作出了問題 那該要調整 責任在誰 其實就在立法委員 但是我們每每每因為這個政黨內部的操作 那每每每因為各種不同的考量 其實我們自我 自我線索 我覺得非常可惜 去年年底我去美國演講 我一直很期待 我有整套的想法 我也希望說透過這樣 台灣真的進入下一個 下一個這個新的民主深化 或者是政治體制全面調整的時代 但是這個機會 看他逐步逐步的喪失 剛剛我聽楊教授 楊教授也是我們政道的老師 他提到說 我們的立法委員有最強的這個質詢權 或者是說有相當的權力 但是這個言論需要規範 其實我就在那兒想 我認為 我認為 反而是我們整個國會 沒有辦法去 去 民實相符的 去承擔起這樣的一個職責跟角色 搞不好出筆的言語 只是因為 這樣的無奈 的宣洩的出口而已 為什麼我說沒有辦法去承擔這樣的角色 我們當然沒有 沒有這個調查權 沒有決算權 沒有這個其他真正 可以很 很一刀見血的 去監督政府的這個相關的權力 其實 其實在座諸位委員也知道 我們雖然在質詢台上 這個 不管是大聲疾呼 或者是這個惡言謾罵 最後的結果也不過是狗廢火車 最後也是狗廢火車 連唯一的修憲機關 兩黨 坦白說兩黨也都一樣 也放著讓我們的權力在那裡 也沒有想要 這個正衰起弊 我問一個 我觀察一件事情 大家指教 我們不論在討論 半總統制 法國的雙首長制 或者是 或者是內閣制 甚至美國的總統制 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參考坐標 但是每一個制度 每一個制度 其實國會的權力 都比我們現在大了 我們被監察院分掉了 我們被其他的 我時間到了嗎 我只有三分鐘 我只有三分鐘 再多給我一分鐘 我提醒幾個事情 大家很習慣地去把這些拿來比較參考坐標 但是其實我來立法院 我發現其實我們的國會 沒有那樣的power 甚至國會議員本身 這樣的一個自我意識的建築都不夠 我隨便舉個例就好了 台灣的總統 有沒有國會議員可以參選 有沒有機會 美國有沒有 美國有 甚至副總統提名 有沒有說 這個福仲旺的 這個 這個 哪位委員說提出來 是不是副總統 沒有 為什麼 其實為什麼 大家深思 整個 整個權力的 制度的架構的分布 為什麼 這裡面當然包括選舉的文化 還有機制 那這些 這些是 是我們 我們 有些部分是 我們現在在修憲 我們自我限縮了 但是我們現在的憲法裡面 這國會跟我們現在所討論的 不管是總統制 或者是 辦 辦 辦首長制 我們都沒有 對國會議員 我們都沒有 都沒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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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至於我們所謂 我們討論的任何這些呢 其實都 都變成是 夸夸其言 變成是空談 我覺得很可惜 這一次 我終於忍不住要講 這一次 這一次如果國會 兩黨沒有互相挺身出來 然後去尋求社會共識 去累積那樣的能量 那其實最後的結果 恐怕也是 也是 也是 也是空談一場 也是狗廢火車 我的時間到了 本來很多話要講 好 謝謝 那個 邀委員 這個不要這麼灰心 我們下一位請 何時勝教授 發言 我們八分鐘 謝謝大院的邀請 也謝謝起承兄 以前我跟他 常在東吳政治系 或是一些研討會見面 我想 雖然剛剛有很多的朋友 或者是 像剛剛我們 尊敬的姚委員 他發言 對修憲 有一點點 覺得好像是 有一點點困難 然後但是我覺得 修憲是目前 台灣最緊要的一件事 我經常在想說 我們台灣 目前遇到的問題 是 是總統的問題 還是我們制度的問題 換言之就是 我們現在的問題 是換總統有效 還是這個 把制度的問題 做一個結構性的 一個解決 會來的有效 我們比方講一部車子 如果是車子不好的話 你換司機有用嗎 當然我們期待的是 有一部好車 再配一個好的司機 可是如果是我們的車子 本來就有問題 你叫神仙來開的話 你叫F1大賽車的選手 來開這部車的話 他可能也開不動 所以其實我們 這個憲法 其實從以前 我們把 從大陸上帶來的舊憲法 然後一直經過 幾個階段的修憲 基本上我們 這部憲法其實已經被弄了 一個支離破碎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要 重新回過頭來 去找一個機會 我們整個結構性的 把這樣的一個 這個憲法當中 我們剛剛遇到的 很多 比方講 我們看到的 這種所謂 權責不符 或者是 在我們的政治裡面 我們到底 覺得說我們的權力 應該在哪裡 有人說權力在總統 可是我們現在也看到 這總統真的是有權力嗎 我說 那我們 現在的制度 我想我們應該是要 認真的來思考 就是說到底我們要把它 修成 其實我覺得最終 還是要把它回歸到 是總統制 或者是內閣制的 這樣思考 當然也有在中間的 這樣的一個 這個比較模糊的 所謂的一個半總統制 不過半總統制 真的很難駕馭 其實在法國的實踐裡面 半總統制的話 就有說 其實他在很多數的時候 是傾向於這種內閣制的 比方法國的總統 沒有擁有國會的時候 基本上他整個政治 權力的一個運作 是傾向於 內閣制的一個運作 那我特別提到 就是說 其實我 我個人反對 這個我們台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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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用這總統制的一個理由 其實我認為 這總統制是美國 他 他發明出來的 那內閣制基本上是從英國的整個 從1215年大憲章 這樣的一個歷史的過程 逐漸的 英王跟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國會之間的這樣的一個權力 不斷的這樣的一個拉扯 這中間 所這個 所演進出來的 那 所以其實從實踐上來看的話 絕大多數的這個 目前的 這個民主國家 大概是採行一個比較傾向於 內閣制的像歐像歐路大概是是是是多數是走內閣制之居多 那那那那所以我記得以前我們上大學的時候我們在憲法的這樣的一個這學習上面 我們也受到這個呃李鴻錫老師的影響 剛剛我看到這個呃李老師的的的的兒子啊也在這邊 那這他這經常跟我們講啊這個這個這個內閣制是常態 總統制是例外 而且他這個老人家還講過 他講的總統制是一個 Unexportable system 是沒有辦法出口的制度 換句話說 內閣制其實在在整個這個實踐裡面就只有只有美國 在總統制的實踐裡面就在美國 我想運作的比較這個這個上軌道 但這裡面我想還有美國其他的這樣的一個呃 政治文化或者是他的這呃這樣的一個立法呃跟行政跟司法之間的這樣的一個這個呃這三權的這樣的一個這運作 那不過我們的現在的制度裡面其實我們是三權分立或是五權或者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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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的一個 其實我們現在可能先要釐清的是立法跟行政跟總統之間的關係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還是這回歸到我們這部中華民國憲法當年張俊麥先生他弄的這部憲法 其實他是也是一個比較傾向於內閣制 那我們在我們的憲法實踐裡面我們過去不曾用過內閣制嗎 我記得以前我們在上憲法的時候李永熙老師講我們曾經有一度也是內閣制 就是在嚴加幹當總統的時候就很像內閣制 因為當時的行政院長是蔣經國那時候我們政治也弄得很好 所以其實沒有所謂的一個國人他習慣總統制或習慣內閣制 當蔣介石死翹翹的時候總統不見了 那那那那那行政院長是蔣經國的時候我們到時候倒也很非常習慣內閣制 我們也沒有那所以其實在我們的這個這個在思考我們的制度裡面 我們應該應該捨棄個人就是說這個制度我們要修 我們是為什麼修我們是為了整個這個這個整個國家整個社會的一個 比較這個整體性的一個利益來修或是為了某個人來修 我今天看到很多的這修憲的一個案子裡面還包括我們內閣 包括我們的這國會席次要增加這國會席次增加 那我們就要問那為什麼當年要把國會檢辦 那還有這個這個說那如果我們國會席次不增加的話 可能不能夠配套的變成內閣制是嗎 日本的國日本的內閣制只有半數的國會議員兼這個兼閣員就可以了 不是全部的國會議員都需要去兼閣員 我剛講的不是所有的閣員都是需要有國會議員身份 那這裡面在憲法裡面我們是可以自制定一個比例 然後去規範這樣那所以其實當然我們的國會議員到底要幾席才夠 這個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只不過是我們看我們過去的一個憲法的一個修改裡面 我們經常是因為某個人所以我們做這樣的事情 或是因為某個事件然後大家就一起人來風 然後我們一起就幹了這件事情 那所以可以很輕易的國會檢辦 檢辦之後發現出了問題 然後很輕易的把內閣的同意權拿掉 那拿掉之後又發現了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平心靜氣的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制度性的一個思考 我們不為個人 然後也不是針對某個人 換言之我們現在在這邊討論 我們不是因為誰要當總統誰不當總統 然後誰有可能當總統 我們來思考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這裡面其實有一個就是幾個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部憲法要修為什麼很難 因為這修憲門檻弄得太高 我們在這個上次修憲完之後 我們現在的這部憲法基本上跟日本憲法一樣的困難 安倍要修憲 這根本也很困難 第二個是我們的行政跟立法之間的關係其實不明 所以立法委員也覺得自己很願意有一肚子委屈 剛剛我們聽姚委員的發言大概就可以聽得出來 第三個是不在籍投票 我覺得不在籍投票 我覺得這裡面為什麼中華民國不能做 其他國家人家都已經做都沒有 制度的設計其實我們很多的一個例子可以參考 日本的例子就很好 日本他的不在籍投票裡面 他還有一個所謂的 就期日前來投票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我們的新人穿著婚紗 然後去投票 這在日本根本不可能出現 日本的話他們可以在投票之前就去完成投票 而且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選擇其日前投票 那這另外的話就是票票不等值的一個問題 那票票不等值的問題 但這其實也可以用這個選區的這樣的一個重新發分來解決 這個倒是一個比較容易的這個解決 不過我覺得票票不等值這問題倒不是因為我們用的是 所謂的小選區比例代表並立制造成票 在日本的一個憲法的這樣的一個判決定下來 他們在選區發分上面他們有所謂一票的格差 有一所謂票票不等值的問題 但是在單一選區兩票 單一選區兩票制 然後是用這個並立制的這問題上面 日本的法院並不認為說 這個是有所謂的這違憲的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的這樣的一個國會選制不見得 這個就是說有這個票票不等值的這樣的一個爭議 那另外就是說我還是回到我們國家到底用總統制度內閣字 我認為再給我這20秒就好了 我認為我們台灣是一個缺乏共識的一個事 這點我們要承諾 我們不要自己騙自己 台灣就是有藍綠問題 所以其實總統制是不適合台灣的 總統制是老美搞的那個制度 那個是根本就是西部牛仔 winner takes all 整個都棒了 不就算我好運了 你是要怎樣 沒爽啊 所以其實我們每次選舉完的時候 你會發現就有些人一肚子願去憋了四年甚至八年 然後在街頭在那邊凱達哥蘭大道上面 買一鍋造飯 唱天天不回家 那所以也弄到我們現在這台灣 其實我們上次在這個討論修憲的時候 這林卓水委這個委員在公事的一個現場裡面 他語重心長 說我們台灣沒有幾條命了 大家比較好心的 饒了台灣一命 他說我們台灣沒多多時間了啦 所以我們真的大家要捐氣成見 這問題是 不是為藍也不是為綠 也不是為某個人要當總統 某個人不當總統 是為了我們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還要不要繼續下去 謝謝 好 謝謝何教授 下一位我們邀請曾建遠教授 還有兩位 還有兩位委員 還有兩位委員 還有兩位 還有兩位 還有兩位委員 好 來 那麼有些之前發言 表達過的觀點呢 我這邊就不再重複 那我想 就今天的這個提bahn呢 那麼我就��就提供了我一些看法 首先關於我們的縣政體制 無院的關係 那麼我們這次的這個提案當中有非常多的這個委員 处理到考试院跟监察院的问题 那我基本上我是赞同 就是说我们的过去 我们推动这个所谓政府的改造 或政府的受身 我们现在要进一步 要上升到这个宪政机关的受身 那刚才也有先进提到 就是说这个考试院跟监察院 我们现在维持这么庞大的架构 但是它的这个职权 是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来行使 跟我们国家这个人口规模相当的 比如说瑞典 或者是比我们多一点的像英国 他们的监察室可能就三个人而已 可是我们台湾 我们监察委员有那么多个 那考试委员也是一样 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我是赞同 这个我们当中很多提案的这个意见 就是考试院跟监察院 我们未来应该考虑将它废除 他们的这个职权呢 全部就回归到这个行政院 以及这个立法院 这个我想这也毕竟不影响到 这个我们原来所谓武权的概念 因为这个监察权跟考试权它实质上还是存在 只是我们在这个权力的行使 在机关的设计上面 我们要适合我们台湾这个现在国家规模的需要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在这次的修宪的提案当中没有处理到的 就是司法院 我们司法院我们简单来讲它也是需要受身 因为我们举例来说我们有大法官 我们最高行政 我们有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 我们有最高法院的法官 我们现在还有这个 我们现在公元承接委员会 那么现在也改制成法院 我们也工程会的法官 那在美国这么大的国家 它的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才九个大法官 就处理我们上述所谈的这些不同的法院 它的这些事物 那我们是人家好几倍 好几倍的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 这样一个编制 那所以我想这部分 我们可能也是需要 进一步去受身 在这一次的这个修宪提案当中 并没有 我想并没有这个委员的提案当中提到 所以我这边想提醒一下 这个立法院 那第二点呢 关于这个不在籍投票 也跟很多人谈到的问题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 可能要也要慎重考虑 当然就是说在技术上没有问题 可是这边要考虑到一点 就是说这个在总统的大选 总统选举 这种全国新的大选 他因为他不是在处理这个地方的事物 所以呢 不论你住在台湾的什么地方 或者是你住在国外 那么你都可以来关系整个国家的这个大事 来进行投票 来进行政治上的判断 可是呢 如果属于地方的事物的话 地方事物的话 那你如果没有回到地方上去 对地方的政情有所了解 你怎么来投票呢 那不在其投票或通讯投票呢 他事实上提供了一个方便 就是说 那个我不用回去 我不用回去 我在那个异乡 我就可以去决定我故乡的这个事物 那刚才那个黄山博士提到的 那个例子就很好 就是说这个在偏乡的地区 如果他人口少的话 那么其实呢 他可能 他的公民住在 不住在原籍的 人数会比住在原籍的还多 那由不住在当地的人来决定 当地的这个地方的这些事物 那这个这样制度 是我们从基层选举 到全国性选举 通通要一并来实施 不在其投票吗 所以我觉得要 我们要区别它的层次 如果是全国性的这个选举 总统选举 我是赞同 不在其投票的开放 可是如果是越基层的选举 那么这个可能 我们要去慎重地考虑 那再来就是关于 那个也很多人提到 就是这个国会 我们国会选制 跟国会习次的这个问题 在这次的提案当中呢 刚才也有这个 相调的教授提到 这个共识型民主 的这些问题 共识型民主 或多数学民主 它的取决 这种民主制度的 它是取决于这个社会 它是不是一个分歧社会 或者一个多元的社会 在我们台湾呢 它的确是 我们是多族群的国家 对 我们有 传统有四大族群 然后原著民族又有 目前我们 法定的大概15 跟15到16个民族 那么我们是一个 多元族群的国家 所以呢 在我们的 宪政体制的设计当中 在我们国会制度 席次的设计当中 一定要考虑到 怎么样让 不同的族群 都有机会 能够在国会当中 有它的这个代表性 有它的发言权 所以我这边在 我们这边所看到的 这个休闲提案当中 这个 就是 李应元委员 他的这个休闲提案 我是觉得是 对这个问题 处理的最 最直接的 因为他 他在他提案当中提到 对原住民族 在全国部分区的 各政党的全国部分区的 这个提名名单当中 他必须要有 七分之一的这个保障 我觉得这是最贴近 我们现在台湾的 这个多元 多元族群政治的 一个现实的 一个提案 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是需要 我们大家去提醒 去重视 因为这个 这个是已经进入到 立法院的提案 我们可以在 这个基础上面 进入去 进入去 这个完善 我们目前的国会制度 那很多人也听到说 漂亮不等值的问题 那个 拿这个连江县 跟台湾本岛的 这个县市来做比较 我觉得这个比较 我要提醒一下 这个比较是 是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 连江县 或者是金门县 澎湖县 这个是在我们 宪法征修调文当中 对于这个里岛 它的这个参政权 它有特别的保障 另外原住民 原住民的保障 在我们征修调文 也是有所规定 换言之呢 这个 我们从宪法 平等权的角度来看 这些有经过 这些里岛 跟原住民族 它有经过宪法特别保障了 它怎么可以拿来 跟我们台湾本岛 一般性的 这个 来做一个比较 所以用这样来论证 这个 我们现行有漂白不等值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误会 那 可是呢 这个 我仍然认为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 国会的席次 应当要适度的增加 主要就是说 我们的部分区的 这个席次太少 然后呢 过去的门槛过高 所以就使得台湾多元的这个 多元的这个 这个 社会的力量呢 它没有办法进入到国会 特别是透过 不分区的这个 这个制度 能够进入到国会里面来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是 特别是在太阳化学运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非常多的新兴的政党的出现 都希望能够在 不分区的这个 选举当中 能够 能够在国会当中 能够拥有席次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要回应 我们这个社会 对这个发展呢 国会席次的部分的增加 特别是在 不分区的委员部分 我觉得这个 是我们要严肃考虑的 谢谢 好 谢谢曾教授 下一位我们邀请 陈宇甄理事发言 大家好 我是原住民族政策协会的理事 陈宇甄 那么过去有六场 修宣公厅会讨论 以及前面 两个多小时的讨论 我必须指出 在这里的讨论 其实对台湾有50万人口 以上的人 以及800个以上的 地方主权实体 这些讨论是不具任何意义 甚至不具正当性的 我必须指出 在现代的国家主权 进入台湾之前 遍布全台湾的 原住民族部落 本来就具备有固有权 以及自然主权 那这是寄存的政治实体 在过去与外部政权 接触的400年当中 历代的政权 从来没有跟原住民族之间 签订任何的 主权让渡条约 原住民族也从来没有 主动让渡过自己的主权 因此历代政权 对原住民族的统治 是不正当的 当然 现在的中华民国 对原住民族的统治 也是不正当的 那从一个国家的统治纲领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 讨论范畴来看 我们的宪法 中华民国的宪法 在制定跟修订的过程当中 从来都没有原住民族的 实质参与 那更不要说 这本来就是一部 从中国南京 移植过来的宪法 那在内容当中 现行的宪法 对原住民族的族群角色 以及原住民族的权力保障 是根本就不完备的 因此当我们今天要去谈新宪 我们要去谈修宪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重新来制定 这个国家跟原住民族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 必须去补正历史上的不正义 跟宪法的不正当性 那这400年来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权 跟原住民族之间缔结的条约 现在就必须要来缔结这个关系 这是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修宪 好像就只能去谈原住民族 在国会选制当中 是山地立委的席次跟选制 如何去分配的细节 但是原住民族本来就有 自己的议事规则 自己的民族制度 那这是原住民族制制的内涵 那在宪法当中 明定的民主程序 我们在思考的时候 要从原住民族自己固有的文化内涵出发 而不是从席次和选区的计算 跟分配来出发 所以原住民族政策协会认为 依据国际惯例 今天这个转型正义的过程 要透过签订条约的方式来补正 也就是说在修宪前 在原住民族跟这个国家谈修宪之前 国家必须跟原住民族签订 能够保障原住民族的固有权 以及自然主权的条约 使原住民族能够充分享有 过去被压迫的自觉权利 这个时候原住民族才有可能有意愿 跟这个国家的其他族群 跟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民 共同治理跟共同生活 否则的话原住民族随时有权利选择 那我们小时候也会让这些国家 这样的手机发行 原住民族帮助我们的共同 共同学大家 即使我们再提到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的第七次公聽會 那當然就是在這前面的六次 還有這一次的一個公聽會的議題上面 當然有很多的大同小異 但是這裡剛剛我們聽到原住民提到 就是在我們這整個修憲的一個過程裡面 其實原住民的 就原住民族的這個族群的權利 很少被聽到 那我們說憲法是什麼 憲法其實是人民寫給國家的情書 是人民把它對國家的願望跟期待 就是透過白紙黑字的東西寫下來 因此最重要的其實就是人民 而說實在的這一部的憲法 不只是沒有原住民主的聲音 其實也沒有我們台灣人的聲音 因為這一部的憲法 根本不是由我們2300萬的台灣人 所行購成來的 所以在這裡情況之下 就是說如何建構一個 我們自己想要的一部的憲法 其實人民的參與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人民的參與裡面非常重要的 當然就是基本人權 但是在我們所設定的這幾次的公聽會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基本人權的這一塊 是非常少的 那對於基本人權的部分 當然它的涵蓋很廣 不只是這種所謂的人生自由的權利 還包括社會經濟的權還有環境權 那對於這些的權利到底是應該把它列在 所謂的基本人權的憲章裡面 然後讓它變成是一個直接可以請求的一個權利 還是應該放在所謂的基本國策裡面 我想這些都融有在去討論的一個地方 但是這個部分我們一直看到的 好像都不是議題一樣 那另外對於至於就是說 這整個一個憲法裡面 大家在一起在談的就是這整個一個體制 到底是應該總統制或是內閣制 但是不管是總統制或是內閣制 一個相對重要的其實就是國會 因為不管你是總統制或是內閣制 一個很重要的 必須要有一個堅強的一個國會 但是我們曾如剛剛也有學者提到的 今天我們的國會 其實我們要的權利 我們沒有調查權 沒有聽證權 沒有決策權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我們有一個很強的質詢權 事實上就如同剛剛姚委員所講的 我們的質詢權就只是狗 這狗會火車 所以在這裡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 如何能夠讓權責相符 那總統看起來剛剛有人講說 而總統沒有實權 我們看到在憲法裡面 根本沒有給總統的一個權利 所以對總統的權限根本就是不明的 但是總統因為在憲法上面 沒有給他一個明確的一個權責 所以以至於我們說對整個一個所謂的相對的監督 是行政院是對立法院負責 所以總統的權到底在哪裡 看不出來 但是總統卻透過他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國家安全有關的大政方針 我們的這個修憲的這個修憲 徵修條文裡面呢 他去擴他的權利 所以在這裡所謂的權責不符呢 也就是說 憲法上沒有給總統明確的權責的一個規定 但是總統卻透過實際上的所謂的 這個國家安全 這個國家安全有關的大政方針的這個方式呢 他去召集這個所謂的五院 所以你會看到說不管是國安的問題 或是 不管是實安的問題 或是亞投行的問題等等 這些其實跟我們的國家安全有關嗎 但是總統卻可以召集五院 然後一起來開會 所以今天要解決的 其實首先應該要解決的是 對總統的一個職權的一個 把他的一個明確的規定 我想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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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主观的想法 第一个是我们的总统 就是一般所说的有权无责 他有所谓法律上的 所谓的实质的影响力 但是在当 他运用他的实质 影响力来做来对国家的决策 跟发展有了相当大的 影响的时候却好像没有任何的 比较有效的机制 在他任期还没有 到任之前 欲制衡 第二个我们的行政院长 有相当多的权利 但是我们的行政院长的产生的方式 不容易得到立法院的信任 当然不只是 行政院长产生方式 不容易得到立法院的信任 各部会首长的产生 各部会首长也不容易得到立法院的信任 第三个 就是我们立法院本身经常看到 经常出现这种运作上的僵局 针对以上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在 宪法的调整上面 我个人是还蛮赞成 比较往内阁制的方向 这个走 那往内阁制的方向走 其实我个人认为是比较 是基于务实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 针对刚刚所讲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总统有权无责 那么总统有权无责 如果说我们宪法要调整的话 大概就是两个方向 就是一 让总统有权有责 第二 让总统无权无责 那我个人认为说要让 以目前我们台湾的 这个宪政体制 要让总统有权有责 其实有权已经容易了 要让总统有责 他能够给他 这个非常妥善的 这个克责制度 我个人认为 大概除了 除了我们要修改 修改选霸法 让民众这个 想要罢免总统的时候 简单一点之外 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那我们常看到美国的 美国总统制 美国总统制里面 总统他的 他在他任期之内 他的权位是受到保障的 但其实他真正 真正他的权力 所受到制衡的 不只来自于国会的制衡 还有美国是个联邦制 各州政府 他们有相当大的 行政上的权力 所以这方面 我们经常会去忽略 那如果说我们要让我们的 我们不容易让总统 是有权有责的话 那不妨可以考虑 让总统无权无责 为什么呢 因为本来我们宪法 现在的规范 宪政运作 已经四五十年运作 行政院长 就是一个有权的行政首长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 行政院长 我个人是蛮赞成 我这次看到的 几位很多委员 他们的提案里面 就是行政院长 由立法院 这个经立法院 同意后任命 这是我是赞成的 甚至我个人都来认为说 行政院长应该由立法院选出 无论你立法院要怎么选都可以 再经由总统来认命 就是说 这个行政院长 他本身的产生 他在产生的过程里面 就已经是得到立法委员们的同意了 就已经得到立法委员的信任了 甚至是 跟立法委员们的互动上面 有相当好的默契 相当好的互信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人 来担任行政院长 我认为 比较能够解决 我们台湾现在 应该说这十几年来 常看到的政治僵局 因为以台湾 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政治僵局 就是我们看到 行政院院长及他的 他的所属的各部会首长 通常 他们也许不见得是在 在 在个人过去的为人处事上面 是很懂得协调 很懂得与他人互动 很懂与他人互动 他也许只是受总统一个人的信任 他就能够掌管 国家非常非常重大的政治资源 我觉得这样 就是这样的问题 会造成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 所以我个人 也进一步的满赞成 就是我们的立法委员 应该是可以兼任政务委员 兼任政务官 那么立法委员兼任政务官 而不能兼任常务官 不能兼任事务官 这样的制度 我个人认为 他可以达到一个 我期望的效果 那就是未来我们的政务首长 他至少在产生的基础上面 在人格的特质上面 在他的征选的过程里面 他是受到 有受过民意的 至少曾经在 在这个选区里面选举过的 第二个 他至少是 因为经过了选举这样的历练 他知道要跟这个地方 跟民众 甚至于跟其他的部会 还有其他的权力单位 能做好沟通与协调 第三个 我希望未来的各部位首长 因为产生至立法院 产生至立法院 所以立法院如果对自己 所产生出来的行政阁员 有不信任的状况的话 那么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调整 现在的所谓的解散国会的制度 或者是解散内阁制度 才能够让他达到 权责相符的境界 所以我个人第一次发言 第一次在修宪公定会上面 提出我的见解 我是还蛮赞成在 现在所看到的各种版本里面 朝内阁制方向去修改的 各种修宪意见 以上是我的建议 谢谢 好 谢谢廖教授 我们今天这个 受邀出席的专家学者 在场的都第一轮发言完毕 那当然另外有游英龙教授 他未能出席 但是他所提的书面意见 我们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本院委员的发言 每一位三分钟 那本院委员发言完毕之后 我们进行第二轮的专家学者发言 首先我请邀请我们 李英元 李委员发言 三分钟 谢谢 再度感谢学者专家 大家一起来为修宪这个议题 来集市广益 大家大概都认为修宪非常的困难 修宪当然不容易 但是我一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我想以前我们在追求民主改革的时候 那种要总统直选 那个困难度 国会全面改选 我想不会比现在还要简单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威权的压力 甚至是威胁 但是我们都走过来了 那么当然这个四分之三 两个四分之三 然后在公民复决 这当然是高难度 所以这是一个超稳定的一个结构 很多学者专家也都讲过了 但是至少 它启动了 因为太阳化的关系 那已经走到立法院 第一次这个修宪机关 提案的机关 立法院成立了修宪委员会 我是想说 留下记录 让我们社会大家来分享 至少这个启动了 这个蝴蝶的效应 社会的改革 往往就是从那一些理念开始 从少部分的1% 2% 5%的人开始 启动了这个社会改革 如果我们有决心的话 这是第一个我认为说 我们不要失去这个信心 因为要修改这个 这个四分三的这个门槛 当然是高难度 非常高的难度 它可能是最困难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一定要抱着这个信心 第二个就是 总统制 还是内阁制 或者是半总统制 但我可能要请学者专家们协助一下 这个半总统制 法国这半总统制 包括有几位学者专家在这边讲 这个目前 以目前看起来 全世界最多的制度是半总统制 这和我们一般的理解 一般的人 因为这比较少 除了法国之外 我们比较少的是英国的内阁制 还有日本 很多的OECD 以前早期的国家 但是法国这双首长制 也是我们熟悉的 但这个半总统制 其实这个总统 真的是这么一半而已吗 这个半这个字 我是一直觉得不是翻译的很好 这是请教的部分 但是个人的经验 认为说除了学理之外 民进党党主席在召开这样的修宪的会议的时候 我想在这边再补充一次 他是说我们没有既定的非怎么样不可 我们就按照怎么样对台湾最好 从学理的角度 从实务的角度 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 最后大家认为 因为已经总统直选了 总统直选这一件事情 在台湾目前 比说要往 刚刚吃人节教授也提到 要回去内阁制 相对来讲 可能是至少 这个总统直选这件事情 可能最困难改变 所以一样都是有 各自有学理的基础 运作的逻辑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也呼吁我们学界的朋友 还有网路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思考 如果大家同意 总统直选是目前 未来20年30年 台湾大概很难改变的 大家很珍惜的一个制度 是不是大家往这个方向 围到在这个为中心 拿去周边去思考 怎么样让合乎这样的政治运作逻辑 最后一点小补充 刚刚姚委员讲的这个执行权 因为杨泰顺委员 也是杨教授所讲的 这个当然和现在媒体 正是有关系了 今天如果媒体没有那么强 的话 这个执行权并不会那么强 执行权产生的压力 其实是舆论的压力 它不是实质上 在宪法里面的规范的 法律的那种 那种制衡的权力 这一点也给大家参考 所以实物的运作 包括刚刚施教授 孙能杰教授也讲 为什么大部分过去这段期间 只有从内阁制 往半总统制来改 还没有 几乎没有从半总统制 往内阁制修改 这个我认为和媒体的发达 网络的发达也有关系 因为媒体 对于这个个别的一个单一候选人 他会创造一种英雄的气势 产生的那种 非制度性的那种 那种声望名望权力 还是影响力很大 我认为这些现在的媒体 第四全 是对现在的政治运作 影响很大 希望也给大家一个参考 以上谢谢 谢谢李委员 我们下一位委员 周尼安委员 发言 也是一样三分钟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各位专家学者 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 那我想修宪 修宪委员会到现在 已经召开第七场了 那我们 像我们台联 从2001年成立以来 其实那时候我们的目标 就是希望能够证明制限 那我想 刚刚也听到大家很多的讨论 我们也都知道 我们国家是有一些困难 包括说台湾 包括说中华民国 包括说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 用这样的一个国民 正式的出去参加很多的会议 跟比赛等等的 这是我们国家的困境 所以我觉得刚才 那个原住民的这位理事 陈理事 我觉得他也说得非常好 因为台湾的历史 原住民的历史 然后中华民国的历史 其实这个很多是纠结在一起的 那可是还是有层次感的 那原住民 他们想要去表达他们的一些心声的时候 结果他用外来的制度一直去绑住他们 他本来就住在这里 结果他现在还要来要求 拜托这个政府 这个制度能够给他们什么 这样子整个人权 不管是从人权 人道来讲 这都是非常的不合理的情况 那我想我们一直 我们去追求过去的历史 这样子我们才会 才会比较能够确定那个目标 未来我们想要怎么去走 那修宪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台里人是提出是两阶段 三门槛 所谓的两阶段就是说 我们有共识的 如果真的要修啊 如果真的 因为我想在这个整个的岛上面 还是有很多 有些人是认同中华民国的 还是有些人是不认同中华民国的 他认为这个 这个是外来的一个政府 他带来了一个外来的一个宪法 然后现在他要我们 本来住在这里的人呢 要follow这样的一个宪法 这个在全世界来讲 也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啊 那如果真的要去修宪的话 那是不是说有共识的来先修 有共识的部分是什么 那但是不是说 没有共识我们就后修 那有共识的来先修 那表示说 比方说大家集中说 可以降低到18岁 18岁这个部分 大家都觉得说 以目前很多的网络 我们的教育的发达 文明的程度 我们觉得其实18岁 也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 现在除了在亚洲 除了日本以外 还有我们 那就大家都已经是降到18岁了 这样子我们可以来讨论 也可以来可以先修 修好这个之后 那么真正说 我们要一个 一部我们台湾人民 自己真的心目中 想要的宪法的话 我相信 其实在这一部宪法里 要怎么修都 都还蛮困难的 可能是要朝制限的方向去走 但是我们因为现在就是没有嘛 没辞黑嘛 好 情况之下 我们先有共识的来做 就是先下修18岁 但是有一些 有政党如果说要把一些 一些什么18岁 或是不在一起投票 或是这个降低政党 这些三个绑在一起的话 其实怕会有 我觉得怕会有 里面还是有变数 所以有共识的先修 这是我也在这边提 这个来表达一下我们的想法 谢谢 谢谢周委员 我们登记发言的委员均已发言完毕 那另外有李贵明委员 他有补充书面意见 一样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那我们现在进行专家学者的第二轮发言 那我们每一位发言的时间呢 为五分钟 那我想请教现场的专家学者 有没有哪一位要先做第二轮发言的 这个 曾 我们的曾教授 曾教授请 下一位有没有要进行第二轮 那个何教授 主席 在座各位委员 各位先进 那我第二次的发言 那我想就这个 我们怎么样 刚才我还没有 这个讨论的这个 两个问题 在进一步发言 那么关于政府体制的部分 我想那个 当然 这个 必须要考虑到我们国家的这个 我们的国情 我们的这个政治文化 那么刚才我非常赞同 这个刚刚李英元委员所提的 那我在上次的发言也提到了 到底总统直选这个事情 我们有没有可能逆转 取消掉 如果不可能的话 那我们在考虑到我们台湾的这个 这个政治文化 以及过去的现正的经验当中 怎么样让总统 在这个高度的民意的这种 这个付托之下 那么让他能够全责相符 扮演起这个国家决策中心的 一个这样一个适当的角色 赋予他这个 这个一个 可以提供集体智慧 作为他这个 这个 这个 进行这个决策的一个机制 我觉得这是未来我们在先生体制当中 应当去严肃考虑的问题 那如果说 在修宪这个问题当中 我们可能会面临到一些 有些困难 这个 因为 涉及到根本的国家体制 现正体制的这个定位的问题 那 我们或许呢 可以在这个立法院 可以有的这个职权的范围之内呢 比如说就 总统职权的刑事法 或者是 国家安全会议 的这个 这个组织法 国家安全局的组织法 等等 这些相跟总统相关的 这些这个法律呢 来进行调整 怎么样 就是说 因为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总统实际的权力 他现在就是要借由 这个所谓国家安全大政方针来扩充 那 那国家安全的概念 其实过去是很 我们很清楚的 可是因为 因为我们实际 这个 这个选举政治发展之下 那么对总统的一种 这种高度的期待 所以呢 使得国家安全的概念 开始模糊 或者是往外 往外扩张 那么所以呢 这个总统他往往会运用 他这个 所谓国安的大政方针呢 来处理 事实上是 可能跟国安 没有关系的一些议题 可是呢 这个 它事实上是具有民主正当性的 所以 未来 我是建议就是说 这个立法院在 推动修宪的同时呢 我们也 可以来思考一下 就国家安全会议呢 这个组织呢 我们怎么样进行 让它调整 让它可以成为这个总统 这个 真正是进行决策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咨询的一个机构 那 当然未来进一步的话 我们也可以再思考 就是说 总统来主持行政院会议 或者总统出席行政院会议 有没有 违法或违宪的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 我们也可以考虑 这个在不修宪的情况之下 让总统 他的决策 可以透过行政院会议的平台 可以透明化 所以我想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我们看到 所有半总统之国家当中 其实都有一个 往总统权力集中的一个方向 就算是法国也是一样 法国最近的修宪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往总统 总统制的这个发展的 这个倾向非常的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问题就出在总统民选 总统直选这个问题上面 全世界呢 这个最近学者的这个研究呢 唯一的从半总统制 转化成为内阁制的 只有一个国家 从那个第三波民主化以来 只有一个国家 叫摩多瓦 在东欧 在罗马尼亚旁边 只有那么一个国家 所以其他国家呢 通通都是往总统制 或者是这个 倾向总统制的半总统制 来发展 所以这个就是 总统民选 对这个在人性上面 他的一种不可能逆转 大家这个拥有 拥有这样的权力之后呢 大家不太愿意 大家放弃 特别是在现在高度的 科技的这个沟通 资讯的这种工具之下 我们可以直接对于总统 对国家的行政决策中心呢 我们可以对他提出这个意见 他可以直接回应 所以呢 这个这样一种关系 人民跟国家最高权力之间的关系 它是国民主权的一个 直接的一种实践 所以我想这部分呢 我们未来在宪政体制的思考上面 我觉得这个 我们真的要严肃考虑 怎么样让总统未来 他在我们的这个制度设计 跟我们的这个政治文化当中 能够符合我们台湾 现在的这个需要 那所以跟这个联系的话 就是说 我们未来这个国会啊 因为多元族群 或者是多元政治 这个发展的关系 那再加上就是说 现在联力制的这个体验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这次的学生体验当中相当多 所以呢 未来国会必定是比现在更零碎化 就是政党会更多 所以这个会导致什么 导致国会本身要产生一个多数 它可能未来会比 比现在也更加的困难 所以这个时候呢 让总统啊 扮演一个 就是说在政府 形成的过程当中啊 因为它有直接民主正当性 那么它来主导这个政府的这个形成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也是面对未来的 可能比现在更零碎的国会的生态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所以这个 在这部分 这样考虑之下 那么我是认为就是说 对于恢复各位同意权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在慎重的 慎重的考虑 谢谢 好 谢谢 曾教授 下一位问请这个 这个何时 何时胜何教授 刚刚我们都有提到 就是我们台湾现在可能 比较困难的是 我们已经 总统直选 然后在直选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 要把总统变成这个虚位 会有实质上的一个困难 那所以 不过我们在我们原本的这个制度设计里面 我们又不是纯总统 我们又 某种程度的是一个 这个有 有 有兼容这样的一个 内阁制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所以其实 我们在整个政治学的这样的一个 的教科书里面 其实还是可以找到一种解套的方法 但刚刚很多的这个 这学界的朋友都提到 就是说 这没有错 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发展的趋势 很多内阁制的国家 它是要把他的制度运作 往总统制的一个方向去 去 去改变 包括日本 包括在 在我们东亚的 从小泉 纯一郎一直到 像现在的一个安倍 比方说他强化 他成立日本版的NAC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都是要把这个内阁制 往这个总统制的一个方向 去做这个挪移 那这些我都承认 那不过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 在我们的制度里面 其实如果我们还是要维持 我们 我们的制度是一种 把总统跟内阁制 有一点点 就把它混在一起 事实上还有一个就是 像所向公选制 以前小泉 其实也是有提出来 但我们不可能 用所向公选制 再加一个总统 换句话就是 我们是把行政院长 跟总统两个职务 把它合在一起的 但是这里面 其实宪法修的也非常的少 因为我们本来 我们就不是像 美国那种三权分立 美国三权分立的话 总统是不能够 给国会提案的 那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用 我们就是把总统的 职务跟行政院职务 把它合在一起就好了 那换句话就是说 这个总统他还是可以有直接的名义 但是他在 他在跟国会的关系 类似像内阁制的一个关系 他可以对 对国会提预算 对国会提法案 但是国会可以对他 比方讲像日本之前 这小泉 他有 他有一个小组 他们就有设计 就是 那我三分之二 国会上的多数的时候 我可以通过 这不幸认案 但是相对的 你可以 这个被动解散 这个 所以其实就是给总统一个 被动解散 国会的权利 但是国会有对总统 有这个 提出这不幸认案 那但是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 我们国家 其实我们已经把 孙中山已经把 爱新角落寺给打跑了 那我们不可能再把它找回来 所以我们也不用再浪费钱 去养一个皇室 或是弄一个虚位的一个总统 事实上我们就把总统的一个职务 把它跟这个 行政政策组把它combine在一起 那我觉得说 像以前这以色列 他也用过 还有包括这个 我们的邻邦日本 其实 未来我觉得 如果日本在他们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宪法的修正里面 这个意见还是会被提出来 就是所谓的首相公选 因为他们现在 他们也认为说 需要一个powerful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行政权 那所以其实我们在 在谈那个是说 我们不是说我们偏好哪一个 或者是说我们一定要 那走哪一个 只是说我们在 我们有一种思考的怠惰 就是说这个 在欧洲行之有年 这样一个内阁制 或是在美国行之有年的 这样一个总统制 可能变成是一个 二则一的一个问题 但是其实在 在整个政治实践上面 现在我们早就已经看到 有很多的所谓的亚种 或是混血的 这样的一个 模式的一个出现 那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首相公选制是一个 对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那比较可以符合我们现在的 中华民国的一个需要 而且也跟我们过去 我们总统直选 我们也没有太改变 这个我们的国民 想要直接去 去选举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但是又可以把现在的国 的国会跟这个立法 这就是我们的立法部门 跟行政部门之间的问题 总统跟行政院之间的 这个问题 我们做一个了断 不然的话我想 你找谁来当总统 都是折腾他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台湾的政治 从96年 这个我们改成总统 民选之后 我们有三个总统 从李前总统 陈前总统 到现在的马总统 其实你说他们三个 三个总统 三个总统都很聪明 都很优秀 都台大的 书都念得很好 可是三个总统 运转乾坤的时候 都有问题 这李前总统 我们看到他最后四年 你会发现 他运转两年之后 其实也出问题了 陈前总统到 到马总统也是一样 他们几乎全力运转两年 就全部都 全部都出问题 后面六年 几乎都死脱活脱 把他脱过去的 但是真的 我们国家真的没有 就我刚刚讲的 我们台湾 真的没有那个命去脱了 那我们 我们现在 虽然修建门槛很高 那我们如果 大家全民有共识 我们还是可以 强度关山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但是我觉得以后 再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要 次度的降低修宪门槛 其实现在日本 其实自己又深受其害 他们现在也想要 来修改 这个整个 这门槛的降低 所以我们可以一并的 来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谢谢 谢谢何教授 我们中央学者还没有发言 来我们那个邱教授 请 然后邱教授发言完之后 现场我补充介绍 我们林昌明 林委员 那之后由这个林委员发言 发言完之后 我们再请这个 黄 黄老师 好 谢谢主席 我很简短的 不要到五分钟 把我要补充 补充完 第一点 我还是要强调一次 怎么样去增加 对总统的负责 第一个就是恢复 国会对葛魁的同意权 第二个呢 是取消总统 解散国会的权利 那么这样总统 他可以任命 如果在现行制度下 总统要任命葛魁的话 他先跟这个在来党来解散 那这样的话 会让两边的权利比较对等 然后呢 第二点是说 刚才回答这个 林昌元委员的问题是说 其实半总统 老实讲是一个 不上不下的制度 如果大家去看的话 半总统基本上都是一些后威权国家 或者是所谓的后军 军事国家的一个制度 所以呢 才会有所谓半总统转出的问题 所以我一直不会 我们像美国待那么多年 一直觉得台湾半总统 称之很多国家的半总统 不是因为他数量多 他就是对 那可能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这个可能我讲话 讲得比较重一点 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台湾如果要改内阁制的问题 在于说 我们要把总统直选拿掉 那总统直选拿掉的话 那我们总统又会变成所谓的间接选举 那是谁要来选 我们要像美国的选举人团吗 或者说像德国弄一个选举人团 还是我们立法院来帮忙选 那立法院的民意支持度这么低的情况之下 这样是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那个字有点点 我觉得如果说总统直选还是留着 那总统毕竟是直选 他有一定的权利 那也不是说真的是一个内阁字 这只是一种大家台湾版的一种 这种感受上的内阁字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认为台湾的问题都很简单 其实就是把中国问题解决掉 但是也很简单也很困难 因为我们国家认同 国家未来甚至国家存亡 根本都没有办法 有一个完全的解决的时候 其实你什么制度 你都会有一个问题 那我讲嘛 我例如说 如果我们能够在现行 用成本最低的方式 能够去做一个宪政的改革 那在我来看其实就是 维持现状 或者是说增加对总统的负责 或是干脆走美国这种总统制 他成本比较低 那我们能够 不管用这个方式去凝聚社会共识 或者是说 大家能够有像这样子的一个国事会议 或是怎么样的一个会议 能够凝聚一个共识 我们把这两个问题 集中火力去 炮口一致对向对岸 那其实什么制度 其实我认为都旗帜 重点是我们把这个存亡的问题解决掉 其实中华民国就太平了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谢谢 谢谢 这个邱老师 下一位 我们请 林昌美 林委员 然后林昌美 林委员 之后呢 我们请黄博士发言 三分钟 好 主席 谢谢各位 议会协责 各位委员 我想我们 在整个 目前立法院第八届的修宪 我想要感谢大家 提供很多宝贵意见 那昌明也很荣耀能够来参与这个修宪的委员会 但不过我收集到的很多的问题 我想我在这里以众心肠 跟所有的修宪委员 即使地来做一个提出 我想中华民国已经修了七次的修宪 但是七次的修宪 修了一种宪法 好像不中不下 而且很多零零乱乱的问题 我想我看过了 我们大家审思 从过去政治协领域 很多的这个大家的论述 我想最重要不是法律的问题 都是人为的因素 各位大家都很清楚 政治只要碰到人为的因素 什么都可以改 连不可能都可以改 各位大家都很清楚 从过去 中华民国 从大陆拨迁来台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那时候两讲时代 我们大家为了要捍卫自由 捍卫国家的尊严 想要缓攻大陆 大家都是齐心齐力 可是各位你知道 当我们国家稳定了以后 后续经过时代 为了考虑 这个缓攻大陆的确 有很大的这个障碍 所以必须要从我们的 台湾这个基地 怎么样来凝迹 一个很完整的 中华民国的 这个民主国家 所以奠定了这个基础 最重要是希望把经济做好 可是经济那时候 真的是很不错 大家共体维尖 了解到中华民国是 从他的一个延续性到现在 觉得是很困难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 一向 马上就因为 有总统为了某个人 就把他精神掉 一个神府时代的功能 截然不同 没有了 会除了 中央是不像 那从过去的 宪政体制凡乱 而且 现在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 也是政党政治 政治也要政治良心 可是大家昧着良心 说瞎话 有事情做了以后 不负责任 有钱无责 甚至于宪政架构 大家都很清楚 在目前来讲的话 各自算计 在立法院 你看看 跟行政部门 武钱宪法 就仅有一个行政部门 行政院不必透过立法委员 这个同意权 这个又是一个 事不像 另外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民意的洗礼 大家都是遵照 以前 你再怎么样 或许 你不一定 你不知道 你不了解 你绝对显不上 可是现在民意高涨了 大家都很清楚 希望的 就是能够了解到 真正什么叫做民意 而且要得到的 是要真正 为中华民国立下 一个很好的规范 所以啊 我想时间有限 最重要 我们一定要 有钱有责 不管 总统制 内阁制 绝对要 透明化 只有一个制 没有双重制 那双重制 混浊制 那未来 就会有很多的乱象 所以我希望 与会协责 我们共同目标一致 有钱有责 只要你要当总统也好 你必须要 护起责任 不要马上 九二共事 马上借急用人 马上 来一个 什么 叫改 改了 大家出了问题 没有人愿意负责 有 有 审议算前 没有结算前 监察院 你看看 很多的问题 而且谈和到最后 不了了之 司法院 很多案件 现在没有评比 没有管制 好像乌龙面一样 恐龙好 关一大堆 这个就是事不向 前者必须发分 实践关系 以上报告 谢谢林委员 我们还有没有请 来 我们的黄博士 来请 主席 各位学者专家 大家好 这是我第二次发言 因为第二次 我就尽量简短一点发言 因为刚刚我在看资料的时候 发现说 其实有些版本是提到了 有关 就是立委喜事增加的部分 那一如我刚刚 前面的论述 我觉得说修宪这件事情 我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很完整 很精密的 就是说很精心规划的 一个设计下的修宪 而不是急救张式的修宪 陈如林昌明委员 刚刚讲 我非常认同 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修宪 只修到上面 没有修到下面 就是一整个错乱 比如说 我们现在在讨论说 要不要修改 立法委员的席次 如果修了以后 那请教一下 有没有要提说 那政党门槛 政团的门槛 或者是党团的门槛 到底要不要修正 现在一一三位立委 三个立法委员 成立党团 那四个可以成立政团 如果到了180 150 160 170 或者是任何一个数字的时候 三位会不会太少 我根本认为说 既然要修宪 就是说 不是只修上层的 包含下层的 都一并要拿出来讨论 让大家知道说 我修完了以后 我下面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而不是说 我只修上面了 下面以后 人民不知道 那也许这次修宪 的确如从 很多专家学者讲的 非常的沮丧 无奈 或者说认为会一事无成 但是我也希望说 各个政党 会把他的主张 一系列有系统的 让人民知道 留下记录 也许这次修不成 可是未来四年后 八年后 我们可以来检证 就是说 他今天提出来的主张 是不是只能 堪用四年 还是说 是真的让国家 可长治久安的制度 以上发言到此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还有没有要做第二轮发言的专家学者 委员这边有没有 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来出席工厅会的专家学者 还有我们立法院的委员 那各位所提供的意见 都非常的宝贵 我们会把 把这些意见 全部记录完成之后 做成公报 然后送给各位委员来参考 那今天这个是第七场的工厅会 我们总共会有十场的工厅会 那未来可能还是必须 请我们各位专家学者 还有委员继续提供给我们宝贵的意见 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出席参与 我们的工厅会 今天就到此结束散会 谢谢 谢谢 谢谢